张叔,为什么会安排去施泰德艺术馆? 我说我喜欢伦伯朗你信吗? 刘小光摇摇头,他很诚实,他不信。 不信?不信就对了,我职业伦郎头,伦伯朗,我还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 喝了一口柠檬水,张浩南眼神四处乱描,今天布置会场的本土龙骑兵。 个头是真的大只,虽然穿着职业装,然而手臂上的毛笔他的还长。 果然德意志美少女从来都是难得一见的,属于小概率事件。 他昨天在内部酒吧欣赏夜景,其实是为了吃点好吃的,有一说一。 接待酒店的小食非常不错,其中香肠和酸黄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德意志人的食材选择,十分契合中国人,猪肉很广泛,而且也吃内脏。 并且还遇到了一个海尔维西亚人,不过他是以高地德意志人自居。 这鸟人一直犹豫了很久,大概生怕张浩南以为他是刻意刁难。 所以,提前解释了一大堆自己并无恶意之后, 才问出了张浩南到现在还觉得魔幻的问题。 听说鹏城的狗肉是脆皮的? 这鸟人问的问题就是这个。 如果这回问张老板怎么搞钱,那大概绿没得了, 但你要是问这个,这不就有话题了吗? 是的,海尔维西亚人也吃狗肉。 当然,吃狗肉这个奇怪的罪名。 主要还是中国人来背。 什么南朝仙人,安南人,仙罗人,包括这里的德意志人, 庞福都是不存在的。 这个海尔维西亚傻鸟很想尝试脆皮狗肉, 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他在法兰克福这里也只是一个文化作品鉴定专家。 文化人的事情,吃狗肉是不是有点不符合主流审美? 所以要低调。 他对张浩南是什么来头知道一点, 但并不知道张浩南到底是什么咖位。 只能说是误打误撞。 然后第二天安排的一些流程, 就是去荷尔拜英桥旁边的艺术馆。 博物馆转转,总之就是彰显一下艺术文化底蕴。 只能说对牛弹琴, 同行别的企业家代表张老板不清楚。 但他自己对自己有着很清晰的认识, 他对高雅的艺术仪撬不通。 他就爱看那些不穿衣服的。 然后,这个叫奥利福的高地得意志人, 给张老板看了一些照片。 一落侧身像照片,全是少女。 张浩南当时就起了爱财之心, 决定这两天自由活动的时候。 让奥利福带个路, 没别的意思, 就是看看龙骑兵到底能放飞到什么程度。 顺带一提, 今年刚好得意志全境妓女合法化, 这种毁三观的事情。 对刘元朝的儿子刘小光算是很大的精神冲击。 但张老板不要脸, 张叔不怕精神冲击, 让张叔来。 奥利福老家在陆塞诺, 不过已经很多年没回去了。 他的姓氏还不足以继承一家百年老银行, 祖上也只是教皇的雇佣兵。 几年前想去日内瓦, 在跨国事业上努努力。 最后却变成了日内瓦, 退钱。 他参加的国际组织分裂了, 然后就放飞了自我, 不过因为有着不错的国际组织工作履历, 顺利进入了得意志的外交事业部门, 主要负责地区的民间文化交流。 然后通过文化作品鉴定来搞钱。 他也是个文物贩子, 只不过不做生面孔, 只做熟客。 张老板只要愿意, 他能想办法去试试看把剑瑶黑又兔豪展给换出来。 一个碗对很多人十分重要, 但张老板内心毫无波动。 倒是德雷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的汝瑶比喜, 张老板觉得挺好看的。 不过开价两百万欧元, 奥利弗表示自己就挣点辛苦钱, 大头都是别人的。 至于这个别人是谁, 奥利弗没说, 张浩南也没问。 反正心情很不错, 来德意志居然还交到了新的朋友。 奥利弗全程吐槽他的上司, 反正中国人过两天就会离开德意志。 他也不怕上司知道。 张叔, 你跟这人熟吗? 不熟, 怎么了? 我看五哥生气了。 李他那个傻鸟干什么? 他懂个勾巴。 这洋鬼子给我扬妞画策, 他能是坏人吗? 他给你看没有? 没有。 你看, 这能是坏人吗? 他就给我一个人看, 够意思吧。 说住, 张浩南拍了拍刘小光的肩头, 你在少州玩艺术, 有没有什么刺激点呢? 没有。 你听懂了我的意思, 说明你小子也是见过的。 看来这当地的老干部很有活力吗? 思维跟不上张浩南的刘小光感觉脑子都要停机了。 他那个老父亲千叮咛万嘱咐, 他张叔不是人, 是畜生, 所以一定要保持冷静。 老父亲不愧是老父亲, 献多识广有定力。 对了, 这洋鬼子跟我说, 一会儿还有别国抗议团体在外面大马路上躲觉。 要是看到狮子骑啥的, 你上去给抗议的俩耳光。 啊? 这, 这不合适吧? 什么不合适啊? 要不是看你年轻, 还有你去? 我这是在提拔你。 再说了, 我们现在只要不炸了艺术馆, 被定性为恐怖分子, 豁免全好用得很。 你没打算来欧洲发展, 对不对? 没考虑过出国工作? 那就行了, 估计是巴黎过来的, 胆子大一点, 过来抗议的身上也没有重武器。 这里是法兰克服, 医疗水平还是可以的。 你只要不当场死亡, 我都能用钱把你从严王爷那里赎回来。 刘小光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来的时候, 老父亲刘元朝也提醒过了。 这次为了让他过来, 老刘家脸都不要了, 一切听张书的。 听归听, 但问还是要问的, 刘小光于是问了张浩南, 张书闹出动静来。 会是外交事件吧? 小意思了, 外交口没人敢对我指指点点, 都是只有我对他们指指点点。 你是我扶持的人, 谁敢说什么? 让你亮得像, 能平不清云就行了。 将来做到你大伯这个档次, 也就可以退休。 你爹也能死得明目。 现在想要弄死你们老刘家的不在手术, 你爹怕得很, 老话说人走茶凉。 没实力就是这样子的。 又拍了拍刘小光的肩膀, 让他不要紧张。 张浩南这才看到拿着对讲机的奥利福过来, 私下又用暗格鲁语快速交流。 有个话是, 张先生想要欣赏一下吗? 艺术氛围怎么样? 全都是维纳斯。 奥利福, 我现在郑重的腰请您去中国游玩, 捧成的狗肉非常好吃。 奥利福伸手跟张浩南握了握手, 然后笑而不语。 双手聚在的维纳斯都是附近兼职的少女, 她们当然不算是妓女。 只是兼职而已, 并不常见。 但是, 如果某个议员或者企业家操办宴会需要纯洁一点的卖相, 她们就会出现在那里。 一手交钱, 一手脱衣服。 怎么说呢? 从多巴胺的角度来看, 其实对权贵们而言。 这点画面并没有什么感官上的剧烈刺激。 可是, 正因为纯洁看上去美好, 将纯洁破坏的权利欲就得到了膨胀, 释放。 张浩南其实并没有权利欲, 他对纯洁的破坏也不感兴趣。 他之所以兴致勃勃, 只是单纯变态。 没别的。 毕竟跟德意志政府要员还有企业代表会谈的时候, 看到的都是牛高马大的龙骑兵, 古怪的香水混合在一起。 洋人自己可能没感觉, 张老板坐那儿就差点吐了。 然而, 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世界上乐子人可不是德意志才有。 他妈的, 小光, 去, 给他秃头俩耳光。 刘小光本来以为这一关能糊弄过去, 结果万万没想到, 张叔太来真的。 骚乱瞬间爆发, 而张老板无视了武台安喷火的眼神。 套了一个打火机给刘小光, 当场点燃。 别怕, 不算纵火罪的。 再说了, 央视国际新闻也不会给你尽头。 张老板然后冲着央视那边扬了扬下巴, 随心记者一副死骂脸, 却也不敢说什么。 德意志人表达了抗议, 然后张老板在进化室欣赏作品之前。 首先梅达里德意志人, 其次对自家的外交从业人员表示, 抗他马勒戈壁的。 国恩。 但是, 他们都是翻译官, 其中有个是袁西欧斯的翻译, 现在则是调来驻德。 通常来说, 外交接触没什么问题, 可是一起吃猪八的阿美利家人。 从奥利福的同伙那里, 倒卖老卢卡斯, 克拉纳赫的房品, 他的同伙。 在海德堡, 奥利福拿了张老板1000欧零花钱, 吹牛逼就没怎么把关, 比如说他同伙。 德客户长期出入阿美利家第五军的基地。 现在, 一起聊天, 一起享受音乐。 莫非他们在研究夏威夷吉他不成? 当然, 张老板是不可能相信奥利福的, 那1000欧元也可以当作带路费。 只是想要见识见识龙骑兵的多样性。 不过呢, 张老板自己的情报本就有各种捕风捉影。 现在只不过是刚好有人完美地契合了手底下情报人员收集的信息。 本正宁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张老板打算是探视他。 所以就人格侮辱了一下过来沟通的几方人员。 张总, 现在的情况会引发。 我他妈叫你滚, 没听懂。 张浩男手指点了点对方的胸口。 你算老姐, 给我摆到脸, 滚远点。 别妨碍老子欣赏艺术。 然后张老板就对武泰安和刘小光说道, 你们两个在这里不要走动。 我一会儿就回来。 武泰安拳头硬得宛若大理石。 不过他硬朗的外貌, 还是有不少本地艺术家欣赏的。 有些追捧老卢卡斯、 克拉纳赫的, 觉得找块大理石雕个武泰安。 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异国猛男的风情, 百贵富的豪宅中肯定很有卖点。 张先生, 这边, 这算密室吗? 哦, 并不是, 只是平时不对外开放, 算工作人员出入场所。 其实是个画室, 偶尔也会充当修复室。 偶尔也那或者布拉格的女人 会来这里做兼职。 那么今天是他们来兼职吗? 不全是, 但有。 说着, 奥利福打开了隔音门, 隔了近远的武泰安 忍住了跟上去的冲动。 在几分钟前, 武泰安甚至都拽纹了一句 君子不立威墙之下。 结果张老板一句 我这是红杏出墙的墙, 直接把武泰安干自闭。 不过之前他却订过 收藏馆的安全问题, 所以, 其实也没有多大担忧。 主要是不爽。 祝您愉快, 先生。 奥利福后退了一步, 在雕塑台上 站着一个个维纳斯。 都是腹白貌美, 一脸娇羞的欧罗巴少女, 他们身上裹着白色的丝绸。 摆出了恶挪的姿势。 在奥利福离开之前, 张浩南又拍了一把现金 在他手中。 奥利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奥利福受宠落惊, 然后熟练地将 一叠现金揣到怀里, 不卑不亢地说道。 如果您想要约 他们共进晚餐, 随时可以。 然后奥利福离开了画室, 让张浩南自行欣赏艺术品。 洋人的皮条课 确实高级啊, 这无亲贵, 还要多学学先进技术。 今天没有画师, 只有欣赏艺术的客人。 陪同张浩南的是个中年女人, 她穿着墨绿色的毛粘连衣裙, 并排的牛角扣 以及同样形状的黑矿眼镜, 显得她极为古板。 然而名字却很不错, 叫贝蒂娜, 姓氏有点意思, 叫基辛格。 只是不知道跟随丈夫还是父亲。 贝蒂娜手中握着一根细长的轿边, 看不出什么材质, 但大概率是象牙。 因为质感非常的棒。 她没有向张浩南推销维纳斯, 因为这是高雅的艺术, 欣赏的是自然美。 纯洁美是一种心灵上的平静。 当然, 如果加钱的话, 维纳斯的白色丝绸会滑落一些, 看上去会更纯洁。 丝绸激进透明, 粉色的小点有好机队, 维纳斯都摆出了略微紧张的羞怯。 对本地的老男人而言, 这有着致命吸引力。 然而张老板毫无波动。 他妈的怎么会这么小? 张老板抱怨住。 不过贝蒂娜听不懂汉语, 所以误会了张老板。 以为他迫不及待想要看更纯洁的部门, 于是他面无表情地介绍道, 今天的。 主题是, 渐变色, 阁下。 渐变色。 张老板这下来了兴趣, 然后终于发现, 这老娘们说得很有道理。 因为从金毛到贺毛, 的确是渐变色。 灯光打得很有意思, 张浩南并不懂艺术, 也不理解什么光影什么构图。 虽然赵飞燕和赵黛跟他解释过几百遍, 但张老板只是对立体体和画阴影比较熟悉, 其余的不甚了解, 毕竟不加分。 背景色很暗, 像黑色, 将维纳斯蒙白皙的肌肤衬托得更加白皙。 只是这种白色很不健康, 张浩南不喜欢, 他终究还是喜欢玉一样的质感。 不过这重立体的构图, 随着张浩南甩出一叠欧元, 当时就重新产生了变化。 从伦伯朗朝着赫伯特、 俄拉波演变, 维纳斯们纷纷走下雕塑台。 他们身上的白色丝绸, 也只是当作丝带一样挂在臂弯或者缠在腰间。 此刻, 他们不再是维纳斯, 而是海妖, 而是人鱼。 围绕着张浩南, 他们熟练地形成了一个很微妙的构图。 当张浩南看向木墙玻璃时, 发现倒影出来的画面像极了一幅画。 他感觉自己在哪儿看过, 只是想不起来, 不过在账单上签字的时候。 他才知道, 这叫尤利西斯和塞人。 海妖们退去杀衣, 尽情地展示着自己曼妙的身姿, 粉丝的原点。 在并不算饱满的小秋上, 显得很诱人。 有个红褐色长发的少女, 有着比别人更风予的身体, 她随意地搔手弄姿。 并没有卖弄风情, 一串长长的珍珠, 一头在手中, 另外一头, 则是在紧后。 这依然是颇巨魅力的构图, 不管是丛木墙玻璃, 还是天花板镜子。 居然都能倒映出很强烈的风格。 阿弗罗迪迪的珍珠, 假如张老板不是那么土鳖的话, 哪怕多懂一点点真正的艺术, 她大概也会更爽。 不过, 这不重要, 不管是对张老板, 还是对这里的少女们。 一达欧元解千仇。 主题并没有变, 依然是渐变色, 不仅仅是头发, 全身的毛发都是如此。 作为一个变态, 张浩南确信, 这些少女应该都是特殊商品。 至于说是不是私人定制, 或者高端定制, 那就不得而知。 不过她没有日一日的想法, 胸都太小了, 她不喜欢。 她顿时陷入深深的自责, 早知道这么有意思, 应该给奥利福提提要求的。 现在什么都好, 就是没有血奶的大白子。 或许会有更深入的玩法, 但是此刻, 张老板打算点到位置。 认识奥利福这个朋友就足够了, 下次自己的员工来欧洲出差。 就别他妈去阿姆斯特丹开发票了, 来得意志, 一样有发票, 而且更正规。 贝蒂娜, 基辛格给她的小卡片上面, 还有情提示了一下。 这些来自各地的女孩, 都定期做过体检。 厉害了我的龙骑兵。 从高端艺术的新奇感, 回归本色状态之后, 张老板跟贝蒂娜闲聊了起来。 而对方显然没想到, 张老板这么有定力, 短暂的错愕之后, 也没有怀疑张老板是个鸡喽, 因为聊天的时候, 他还把玩了一下这些特殊的商品。 这里摸摸, 那里捏捏, 确认一下有没有填充物或者假货。 不过依然没有约他们吃晚饭的意思。 贝蒂娜, 基辛格很愿意解答一些问题, 比如说她的姓氏, 她的确是包皮人。 但却是宫廷包皮人, 跟一般的包皮人不一样。 她的父亲是战犯, 曾经给戈林做助手, 主要工作就是抓捕别的包皮人。 然后抄家。 当然, 原话不是这么说的, 但不妨碍张老板有着高超的悟性。 她父亲没有死在监狱中, 很顺利地老死, 过程很简单, 黑过往小胡子。 头上扣就行了。 至于说她父亲骗朋友们, 禁毒气室以及洗浴中心。 那都是戈林这个败类的宣传。 很微妙的感觉, 跟贝蒂娜, 基辛格的聊天, 竟然让张老板感觉更有意思。 因为她发现, 这得意志的老派贵族, 关起门来不要脸的样子, 很值得她学习。 对, 她是来欣赏艺术外加学习的。 学到了好多好多的姿势。 因为张浩南太过大方, 以至于到点的时候, 维纳斯、 塞人、 水仙等等等等角色, 都纷纷表示可以免费加个钟。 不过, 张老板还是很绅士的婉拒了, 来此最大的收获。 就是知道了, 还有贝蒂娜、 基辛格这么一类人。 她收下了张浩南的名片, 并且表示愿意去一趟柏林, 跟张浩南共进午餐。 任何一个混迹在上流社会的皮条客, 同样都是优秀的情报贩子。 专业告诉贝蒂娜自己, 这个来自中国的中年企业家, 会是个最顶级的大客户。 因为他出手真的很大方。 张说, 里面是有什么珍藏作品吗? 有, 不但有, 而且很多。 张浩南整理了一下很少套上的领带, 像我这样的人。 也能亲身体验古典艺术的绝妙, 这里的艺术水平很高。 走过来的舞台安赶指天发誓, 这屋子里面要是有艺术品, 他道理洗头。 不过, 他不能冲张浩南大小生, 因为稍微刺激一下。 这混账玩意儿会玩得更兴奋, 更离谱。 大使那边让我们不用担心, 玩得尽兴就好。 舞台安小生说道, 废话, 人家大使跟我是老乡, 肯定会照顾我的。 拳头又硬了的舞台安最终没说什么。 倒是刘元朝的好大点点头, 倒也是啊, 都是两江人, 的确是老乡。 少放屁, 人家是齐江人, 我是沙城人, 就隔了一条长江。 以后我跟政务院反映一下, 拉上成江组个三江市, 这不就成了吗? 跟两江省有啥关系? 刘小光顿时沉默不语, 他的思维的的确却跟不上张叔的脑回路。 不过吃午饭的时候, 张老板一边切着全熟牛排, 一边对身旁的舞台安说道, 这个被蒂娜, 基辛格, 手里头应该有不少有用情报, 安排一下。 给他订个酒店套房, 我看看让他做多面间谍的价码是多少。 一个劳宝也值得这么做。 歪一拙头, 舞台安很不简。 你懂个篮子。 无话可说的舞台安只好点点头, 那么那个奥利弗呢? 这就是个海尔维西亚的小扁三, 不是本地得意志人。 放以前会被本地人鄙视为穷逼卖命鬼的, 不过, 虽然没啥价值, 但充他喜欢吃狗肉, 也可以培养一下。 不是, 老板, 你别开玩笑啊。 活跃活跃用餐气氛, 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张浩南拿起餐酒缩了一口, 不好喝, 于是又偷偷地吐了回去, 虽然很隐秘, 但还是被刘小光看到了, 他顿时胃部差点净卵起来。 这个张叔, 真离谱啊。 我在欧洲的情报, 多元化一些肯定是好的, 而上层社会的一些小道消息, 没有比皮条课更有用, 这是跨阶层的万能前课, 放之四海而皆准。 所以, 只要舍得砸钱, 这个奥利弗也能成为顶流, 知道为什么吗? 张浩南对伍泰安问出了一个 或许有点哲学意义的问题。 为什么? 皱着眉头的伍泰安眉琢磨出来, 这怎么就能砸钱砸成顶级情报贩子? 因为在这个妓女合法化的国家, 想要赚钱的妓女, 都会想方设法, 找到能带她们赚大钱赚更多钱的皮条课。 如果说贝蒂娜, 基辛格是落魄宫廷贵族的隐晦小工具。 那么奥利弗这样的, 可以广撒网, 多捕鱼。 用叉子插起一块牛肉, 张浩南晃了晃。 而我, 反正有花不完的钱, 也就有用不完的鱼网。 武泰安愕然。 美银河北岸有很多小餐馆, 原本自由活动两天是要去哥德广场逛逛的。 什么哥德故居啥的, 结果张浩南坐着大奔带着保镖, 就去了西边的美食街。 中央火车站附近有很多僻静的夜总会, 什么花样的都有, 在和平之桥以西。 什么档次的都有, 发票随便开。 主要是发票随便开, 客人贴多少钱, 可以讨价还价。 因为现阶段德意志境内, 针对多元化的娱乐产业有补贴。 甚至, 如果夜总会跟电影产业沾边, 最低能做到零税率。 倘若侥幸皮包电影公司拿了奖, 恭喜老板, 还有奖金呢? 奥利弗知道张老板有钱, 但他以为就是普通的富豪, 千万富豪那种。 就是他的最高估计。 直到张老板人虽然没有到戈德广场, 但让手下把钱花到了戈德广场。 还约了一些本地的私人设计师名人, 很多都是能出入或亨索伦堡的名流。 不过再怎么名流, 设计师本身不是贵族, 那就多少差点意思。 需要师门来撑门面。 各种套装订好之后, 衣服包包帽子鞋子, 披肩披风等等等等, 塞满一飞机。 是的, 奥利弗就在29号的上午, 知道尊敬的张先生。 自带一架运输机在法兰克福机场。 尊敬的张先生还是一家豪进奥航空公司的老板。 尊敬的张先生是个好人。 尊敬的张先生非常和矮可亲, 他是德意志人民的朋友。 反正奥利弗感觉自己运气来了, 他原本就是按照职业习惯, 赚点外快。 他还是比较专业的。 他的确有着德意志官僚应有的意志薄弱, 但是, 他没有普鲁士军官的寡连掀持。 虽然他是高地德意志人, 祖上是穷逼, 但是但是但是, 他忠诚。 这家意大利餐馆的小牛肉非常不错, 肉质鲜美, 而且非常的嫩。 没有太多的血水, 他会用一些黄油, 但是会放许多蒜片。 先生, 这是值得一试的好聚处, 在二楼还能看到美银河。 有托衣五娘吗? 奥利弗给张老板介绍美食的时候愣了一下, 然后一脸正色, 当然, 这完全可以有。 奥利弗, 你很有上镜心,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真诚, 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约得益智皇帝出来吃个饭, 让他给你个风诀。 有一说一, 奥利弗这时候, 心脏已经扑通扑通在跳了。 这几天, 眼前这个中国上帝, 他说什么, 一定会做成什么? 他有超能力。 实际上, 很多柏林同行都到了法兰克福, 还有布莱梅的杂碎。 从附近国家拉来了几百个映照女郎。 他妈的, 这是非法的。 得意志的法律只保护本国的妓女。 此时此刻的奥利弗认为, 欧盟的建立是一种倒退, 应该建立的事。 神圣罗马帝国, 这样就合理多了。 在去意大利餐馆吃小牛肉的时候, 正如奥利弗说的那样, 可以有脱衣舞娘。 而且还不是吉普赛人, 是正儿八经的龙骑兵。 他脱的金光, 只保留了大腿上一根皮带, 保留的原因很简单。 方便客人把钱塞进去。 毕竟连奶罩都扔酒保头顶了, 就算想要找个缝来塞, 那也只能做个下腰居个定。 可是, 张老板在吃饭, 他怕影响胃口。 所以, 塞大腿的绳子上就行了。 女郎扭了十来分钟结束, 然后就披上了一件薄薄的披风。 张浩南给他点了一份餐, 还聊起了一些生活琐碎的事情。 可以吗? 他掏出了一只细长的女士香烟。 我不抽烟。 抱歉。 他又将女士香烟塞回了烟盒。 饱餐一顿, 还能打包一部分, 听上去很奇怪, 但其实没得选。 因为他还有一个儿子要养。 他在附近的夜总会上班, 偶尔做一些外出兼职, 通常都是酒庄或者农庄。 都是乡下土财主的聚会, 可以是奥利福介绍, 也可以是别人。 反正都是德意志外交系统中的绅士。 之所以出来做这一行, 无非是之前的工作, 丢了。 他曾经是圣爱美拉姆修道院的 一个外勤秘书, 但因为种种原因, 他被辞退了。 于是离开了雷根斯堡, 带着儿子来法兰克福。 主要是离得远。 不然他原本计划是去尼德兰, 哪怕不是阿姆斯特丹也行。 但因为今年开始, 德意志全境妓女合法化。 他顺带也想蹭一下妓女的体检服。 对张浩南没啥特别大的想象, 他以为晚上会一起吃个饭啥的。 结果张浩南吃完小牛肉, 叫来厨师大家赞赏 并且给了丰厚小费之后, 就离开了。 海伦? 奥利福先是跟上张浩南两步, 又回过头凑到了 正在继续享用美食的 脱衣五娘面前, 一脸欣喜地说道, 恭喜你, 你面试成功了。 嗯? 重新抖开烟盒, 一只细长的香烟夹在手上,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奥利福。 以后别再找别人, 我是你的唯一经理人, 听住, 我们会赚大钱的。 奥利福连老家方言都蹦了出来, 听得海伦一愣一愣的。 不过, 当奥利福拿出一卷钞票塞他怀里的时候, 海伦很熟练地让奥利福多摸了两把, 然后一把揽过奥利福的脖梗, 给了一个香吻。 这家店的小牛肉确实不错, 就是贵了点。 说完, 奥利福拍了拍海伦的胳膊, 等我好消息。 然后快速地离开, 重新追上了张浩南。 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 奥利福感觉自己应该是抓住了机会。 他原本以为张浩南会是政府的人, 但是从张浩南的随心人员配置来看, 似乎又并不是如此。 这个中国富翁有着自己的一套系统, 或许只是需要让自己从事一些微不足道的商业消息打探。 奥利福给自己做好了心理建设, 然后就没有了心理压力。 没办法, 尊敬的张先生给的太多了。 奥利福, 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时间? 如果有的话, 能不能帮我调查一个人? 张浩南在后座说话。 一旁的舞台安蒂出了一只信封给副驾驶位置上的奥利福。 奥利福没有任何犹豫, 当集结果。 这是我的荣幸, 愿意为您效劳。 这是一个考试, 奥利福心知肚明。 希望柏林的风景也很迷人。 在一处公寓入口停下, 奥利福下车之后, 还目送着大奔离开, 等车队消失了。 他才打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打紫色的欧元。 看到的第一眼手就在颤抖, 然后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将钱塞了回去。 然后拿出了他的考试题目。 调查巴蒂斯安·赫伯特的政府人际关系网。 附加提, 调查巴蒂斯安·赫伯特的家庭关系网。 经费一共2万欧元。 时间限制在张浩南班师回潮之前。 完不成, 那就只是吃脆皮狗肉的交情。 完成了, 欢迎加入西格尔的大家庭。 当天晚上, 奥利福就忙活了起来。 不过在他调查巴蒂斯安·赫伯特的时候。 巴蒂斯安, 赫伯特本人也很忙碌。 首先他给健康理工的邮件得到了回复, 其次, 浩南跟牛逼。 巴斯蒂安·赫伯特终于知道, 为什么拜尔, 布勒, 还是什么其他大公司。 都要找张浩南合作。 同时, 丹尼尔斯家族装逼不成反贝草, 在百灵煤油等来释放友谊的张浩南。 反而听说, 西格尔这条疯狗, 在法兰克福天天找美少女玩。 而且只是看看批, 啥也没干。 本来应该觉得会有很变态节目的约翰, 但尼尔斯因为和预期相差很远, 于是产生了一种另类的很变态的感觉。 他知道, 自己沉不住气, 被张浩南耍了。 同时, 如果他再不抓紧时间的话, 得意志本地的财团, 必定会通过政府对话来加强中国市场的投资。 他没得选。 29号晚上, 他到了法兰克福, 只是到了之后, 便听说了一个让他废都要弃杂的消息。 希格尔这条狗带着人去了柏林, 并且体验了一下得意志的高速公路。 挺爽的。 听住, 约翰, 如果你在明天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你最好停下手中的所有工作, 然后回到你的曼哈顿公寓, 拿起电话。 找一个应兆女郎, 狠狠地来三发。 抱歉, 爸爸, 我只是。 闭嘴。 是。 你低估了对手的智慧, 你在侮辱丹尼尔斯家族的传统。 记住, 永远不要低估对手, 永远。 是, 爸爸。 变化中断之后, 约翰, 丹尼尔斯没有游戏。 他同样要来一次得意志的夜晚飙速。 他现在只能骑倒, 汽车开到300公里每小时还能稳得跟战斗机一样。 张浩南给伯兰登堡门拍了一张夜景照的时候, 约翰, 丹尼尔斯正在飙车。 通过跟得意志跨国公司的接触, 刺激的爱德蒙集团不得不放弃了装逼。 什么狗皮金池, 绅士, 都他妈是狗屎。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含金量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同时, 这几天国内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 放出一点怪话, 大概意思就是, 沙士集团跟跨国公司走得太近。 两江省省府大院拉上淮西省省府大院, 跟这帮人斗得也很激烈。 不过中央倒是很平静, 没啥声音传出来。 这次跳出来的跨国公司多众多样, 什么南朝鲜的乐天, 什么弗兰克的。 加勒福, 这些还只是大型连锁超市。 其余拜尔, 布勒等等涉足农业化学, 农产品运输存储等业务的集团。 也是此起彼伏。 大量中国区行政总裁, 都在跟两江省省府大院接触。 因为现在是放出来的消息, 太有人了。 虽然像窝奴, 南朝鲜, 德意志这种国家没有主权, 也惹不起阿美利加。 但人未才死鸟未死亡, SF集团跟艾德蒙的摩擦, 关他们屁事。 只要能深度合作, 在阿美利加国会老爷们下令制裁之前, 万事好商量。 离开德意志之后, 下一站就是北非的泰拉布鲁斯和西兰尼加联邦共和国。 号称要改组非洲统一组织的领导人卡达亚。 正琢磨着修一条横穿撒哈拉大沙漠的高速公路。 张老板的沙石集团在德黎波里有半适处, 原本只是想要接到停靠。 但是这鸟人的次子塞伊夫却琢磨着一个全新的买卖。 他打算承包非洲几个地区的粮食救济计划。 然后, 从沙石集团拿货。 因为塞伊夫发现运往加里宁格勒的罐头真不错, 不如也给他们来点。 同时, 这鸟人十分清西方, 发现沙石集团跟意大利的贸易商关系也不错, 便想一起合伙做生意。 提的要求很朴素, 打算入股沙石集团35%。 张老板收到这个传真的时候, 怀疑这货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 不过塞伊夫没有他老父亲奥马尔来的给力。 毕竟这位是在联合国狂喷安里会个, 把钟头都不带停的。 他老父亲骂过毛子, 喷过小布猎颠, 侮辱过弗兰克, 嘲讽过阿美一家。 外加对中国嚼舌根? 身上的Buff已经不是叠满不叠满的问题。 不过咋说呢? 最后被人爆了菊花弄死, 也只能说一生魔幻。 张老板跟新闻联播最佳男主角并不同步, 他晚个鸡天都行。 所以, 也没立刻动身就飞往泰拉布鲁斯和西兰尼加联邦共和国。 他还要跟博尔科夫斯基和曼努埃尔见一面。 博尔科夫斯基现在也抖擞了起来, 通过《魔幻三国》赚到了钱。 虽然不是什么大钱, 跟牛逼的游戏公司也没办法比, 但是游戏加年华。 做得很好, 名气也算是起来了。 至于曼努埃尔, 现在成了电子竞技的明星。 PCC年度总冠军以及《魔幻三国》一对一冠军。 丰厚的奖金让《魔幻三国》顺利在即时战略游戏中站稳脚跟。 而且, PCC的热度也推动了游戏社区的互动, 玩家们有了自己的论坛。 有了独有的分享页面, 类似校内网的形式只要过了欧元区。 各个国家的审核, 那么Tribe就会正式上线。 张浩南需要一个线上代言人, 在游戏社区中就是用曼努埃尔。 这个德意志少年还是很兴奋的, 深刻和一层家族现在最风光的就是他。 几个新闻热度一上来, 博尔科夫斯基和曼努埃尔也算是让人知晓了背后的七里咔嚓。 原本的游戏代理商, 现在想要的就不仅仅是卖游戏赚钱, 而是也想在互联网商业上搭个车。 不过很显然游戏代理商并没有什么溢价权。 前客性质的中间商实力太弱小了, 不过为了彰显诚意在新闻宣传上, 算是尽到了一份力。 虽然张浩南什么都没说, 也没有承诺, 但看到了对方的表现。 然后张老板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他们, 这是个长期谈判, 有兴趣的话。 下个月可以跟欧洲的商务代表团一起前往松江。 签约仪式大概率在京城。 而TRAP的欧洲事业部也正式筹备, 具体能不能上线, 以什么形式。 还要看今年三季度的中欧谈判。 毕竟是小生意, 就一千多万欧元上下, 很多人并不感兴趣。 只不过, 因为沙石集团的存在, 让诸多投资机构都是盯着除捷克漫漫草。 之外的谈判, 通常来说, 在政治上搞阻挠的人, 往往就是想要入股的。 纯粹的爱国者在欧洲很少, 至少这个阶段是很少的, 白左。 当道并不是他们脑瘫, 而是这决定了世界文化主流话语权。 环保、 和平等等话题, 目前在欧洲手中并不在阿美利加掌控之下。 变位还要等今年, 等阿美利加往欧洲掺沙子才能完成话语权过度。 毕竟很多环保, 国际组织阿美利加压根就没参加。 不参加的原因也很简单, 全球霸权从实力出发。 是不需要用这些玩意儿来表胡的, 如果需要, 肯定事出有因。 就像此时太阳能面板正处于蓄力状态, 北美是唯一生产大国, 等过个几年。 因为产能远不如中国, 这就要从环保上做文章。 实力, 才是底层逻辑。 比斯迈和拿破仑在这方面都算是老牌专家。 张浩南并不着急Trap的上线。 国内的计算机专业大爆发, 持续时间很长的。 但要说这时候, 有多么丰富的产品经理人才库, 那倒也谈不上。 因为高手早就名花有主, 纯粹的马农数量再多, 也就是做个来料加工。 和制造业代工厂媒有任何区别。 不过, 既然张老板开始打包健康, 良系的相关专业班级。 肯定不可能就是为了养人好玩, 所以, Trap肯定要搞点钱。 基本原则就是用欧洲Trap的钱, 养活国内的铁吧。 所以, 国家法律上的谈判, 两江省松江市等国资, 要么自己拿出外交资源, 要么就请中央帮个忙。 其中最有兴趣的, 当然是松江的资本圈, 基本都是两只省明州籍贯。 先有松江土生土长的, 算是交个朋友, 而且这些明州籍贯的家伙, 海外关系极其复杂。 有些还有祖传的卖国履历, 这几年风向变了, 才披了个马甲回国内投资。 此刻张浩男人, 还没有前往的离波里。 但在这些投资机构欧洲部门负责人的牵线搭桥之下, 爱德蒙集团和德意志本地产业资本巨头, 才联合举办一个临时性的农业发展慈善酒会。 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当初玩国库券玩出逆天花样来的家伙, 都专门从伦敦飞过来亮个相。 国内虽然发了通缉令, 但很神奇的是, 并没有在引渡这件事情上特别较真。 这里面要是没有人玩猫腻, 张浩男敢把自己脑袋摘下来荡球梯。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玩鸡鼓传花的大佬都是捐了几亿十几亿跑路的。 现在摇身一变, 在巴黎也是个富家翁。 这些货色能出现在慈善酒会上, 约翰、丹尼尔斯的档次。 在张浩男眼中也非常一般。 虽然慈善酒会的请柬本身也能卖钱, 合格的资本家不会嫌弃每一分钱。 但在张老板眼中, 约翰、丹尼尔斯就是差点意思。 先生,他们到了。 酒会地点就在法兰西大街附近, 张浩男乱逛了一通, 才让得一支外交部门的人带路。 约翰、丹尼尔斯等了最少四十分钟, 不是他早到了, 而是张浩男迟到了。 希望一切顺利。 放下香槟, 他略做整理, 打算亲自迎接一下张浩男。 这个西格尔的狂野, 他算是领教过了。 张浩男根本不在意, 今天到场的人如何吐槽他手势问题。 估摸着一堆人暗自赋斐, 他跟深毒阿三一样没有时间观念。 但是, 没人会说出来。 一身黑西装的张老板今天戴了一副墨镜, 身上的大衣也不错, 料子很好。 拿来荡披风刚刚好。 墨镜是刚买的, 逛街的时候有个明显老家在军事坦丁堡。 得土鸡少年隔着马路叫卖。 五欧元, 两只成出品。 之所以要问这个土鸡少年买, 因为这小子隔着马路挑衅他, 冲他比划。 秘密眼, 属于是张老板特意过去抽了他几个耳光, 打到牙齿掉落。 才扔了石鸡让他不要找了。 最后期一向是他的原则。 至于有十几个土鸡人冲出来狗叫, 武泰安亮出腰间的枪套。 这事儿就和平解决了。 武泰安这么干, 是怕张浩南当街掏枪给这十几个人全部爆头。 自家老板绝对干得出来。 本来就有聚集的记者, 这次都追着张浩南拍, 因为闪光灯太耀眼。 张老板不得不戴上了那副五欧元的墨镜。 同时冲记者们招了招手, 就是手势让本的记者吓了一跳。 毕竟张老板就抬了一条右胳膊。 差点就触发了本地老年人的青少年时代记忆。 纯纯地又制造了一通外交事件, 但也不是没有好消息。 比如说武泰安发现自己居然内心毫无波动。 张叔, 我们迟到了快一个小时。 怎么? 我有说过我要早到吗? 看都媒有看得一支外交部门的安保人员, 张浩南大摇大摆进去的时候, 约翰、丹尼尔斯也带住人迎了过来。 隔着老远, 约翰、丹尼尔斯就开始伸手, 张浩南抖了抖肩膀。 大一落下的时候, 武泰安顺势接过, 熟练地让刘小光愣了一下。 刘小光感觉武哥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只不过他说不上来到底哪里不一样。 很荣幸您的到来, 尊敬的希格尔先生。 在约翰、丹尼尔斯开口的时候, 旁边有个女翻译同步说道。 您太客气了, 丹尼尔斯先生, 在慈善事业这方面, 我还需要多加学习。 您能邀请我, 应该是我的荣幸。 不知道我有没有迟到。 张老板的翻译, 总感觉自己老板这么说话, 有点渐渐的感觉。 而从对方纷纷表情一致来看, 那大概是真的有点恶心到人了。 其实, 这里头是有说法的, 慈善酒会的流程相对来说固定。 到了捐款捐物或者慈善拍卖环节, 大家就是顺便坐下来休息休息。 然而, 张浩南迟到四十分钟, 那大家干喝酒吗? 坐那儿唠嗑? 可要说不管张浩南, 直接开始下个环节。 那成什么了? 那他约翰、 丹尼尔斯, 不真成来得意志做慈善了。 什么时候, 丹尼尔斯家族的成员, 都成代善人了? 还别说, 约翰、 丹尼尔斯真就定力高, 硬是让乐队。 唱诗班加了个钟糊弄过去了。 他还真就是不等到西格尔抵达不开席。 完全没有, 时间刚刚好。 约翰、丹尼尔斯, 脸上根本看不到任何不快, 连眼神都没有一丝犹豫。 牛的! 张浩南只能感慨, 论不要脸, 国内的二代还是差点意思, 不够丝滑, 不够深入骨髓。 像刘元朝这种太过老油条了一些, 太可疑。 没有约翰、 丹尼尔斯这种浑然天成的无耻。 因为无耻深入骨髓, 反而察觉不到。 难怪当年阿道夫的雍顿, 在考察阿美一家之后, 最偏激的奈翠都觉得阿美一家老铁们太过偏激。 他们压根就没有道德意义上的犹豫。 作为三代, 刘小光仅仅是看到约翰、 丹尼尔斯的这种丝滑。 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 他会犹豫, 约翰、 丹尼尔斯不会。 好在他发现, 自家张书比约翰、 丹尼尔斯段位还要高一点。 因为张书就眉正眼看约翰、 丹尼尔斯。 眼睛始终盯着爱德蒙成员中的一个身穿白色正装的女郎身上。 金发大波, 眼瞼一该一点, 就这么四个字。 约翰、 丹尼尔斯表情看不出什么, 不过他此刻内心却有点担忧。 他从张浩南的藐视中, 察觉到了强硬。 这种强硬很难描述, 不是虚张声势出来的顽固, 而是已经有了既定目标的蛮横。 而且, 张浩南穿着一身黑西装, 带点人的压迫感也就更强烈, 哪怕后侧的伍泰安也没有带来这种感觉。 双方在欢声笑语中往里面走, 得意志的外交人员松了口气。 庆幸没有闹出什么风波来。 至于几十分钟前, 这个中国人当街欧打一个土鸡少年。 最后不过是前往土鸡翼社区花点钱派点福利的事情。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那就不是问题。 简短的欢迎一事, 丹尼尔斯家族的影响力还是有的。 拜尔、布勒等等农业相关的大公司也派了代表过来。 从伦敦过来的老乡还挺自来熟, 在热烈的气氛中, 笑呵呵地过来跟张浩南打招呼。 张总, 比人, 比你骂个头, 你什么东西过来跟我套近火。 滚, 别让我看见你。 张浩南拿着香槟, 撇了一眼, 脸皮一阵发红的秃头。 怎么? 不服气? 信不信我现在打爆你的脑袋? 滚。 对方万万没想到张浩南是这种风格, 愣在鸡秒, 又赶紧善善离开。 这一幕, 自然落到了约翰·丹尼尔斯的眼中。 PS, 上传老师有黄色的感叹号, 删了重发逝世。 尊敬的希格尔先生。 丹尼尔斯先生, 我想我没有看到你对我的尊重。 张浩南将手中的香槟缓缓放在适者的托盘中, 你应该知道。 杜邦家族的聚餐上不会出现黑手党。 抱歉, 是我的失误。 没有什么废话, 前来攀谈的两人直接被请了出去。 这是一个小插曲, 看上去微不足道, 看上去是张浩南在无理取闹。 但是, 当他换了一杯可乐在手中时, 再怎么看他不爽, 来参加慈善活动的人, 都只能忍着。 并且记住了他。 一个小把戏, 但是好用。 王国债玩到伦敦的人, 还没有资格站在他面前说话。 查一下, 这狗日的在伦敦跟谁接触。 是, 站在身后的伍泰安记了下来。 还有, 从伦敦过来的人一定是国内泄密, 跟本地人没有关系。 明白。 怎么判断的, 伍泰安无从得知, 但他知道张浩南回国之前, 一定会将国内有些人整下台。 这个小插曲过后, 张浩南表情看上去很享受惬意的慈善时光。 还顺便买下了一副储碎梁的大字阴符经。 是真迹, 丹尼尔斯家族从旧金山直接替换出来的。 钱是小钱, 但拿来打动人足够了。 当然, 扔到湘江的拍卖会, 估摸着又是炒作成上意。 围绕住, 大字阴符经。 约翰, 丹尼尔斯跟张浩南阐述着, 有意是多么珍贵的东西。 张浩南会写楷书, 毕竟沙成义中会让学生们练字, 但写的一般。 只能说阅卷老师看懂写什么没问题。 正因为会写, 看到大字阴符经上的唐凯, 还是有众莫名的亲切感。 粗俗一点来讲, 就是觉得, 哦呦, 这个有点劳卵。 关于沙巴州的误会, Mr. 张, 叫我吸根就行。 张浩南抖开看大字阴符经的时候, 刘晓光急得不行, 生怕张叔的狗爪子, 在上面挠出个窟窿来。 这孩子, 不像他爹。 我想, 艾德蒙可以弥补一下过错。 过错。 听到这个词, 张浩南笑了笑, 然后挥挥手, 武泰安和刘晓光等人都退下。 顺带将大字阴符经, 带走。 约翰, 丹尼尔斯同样如此, 不过他的保镖显然更加担心一些。 因为张浩南粗壮的脖梗, 还有后时的手掌, 让他非常顾虑。 其实, 约翰, 丹尼尔斯有点慌的, 但还是让保镖散开。 在略微开阔的场地中, 两人就这么聊了起来。 你们在沙巴州和沙捞月, 打算做什么? 棕驴游? 嗯, 我懂了。 张浩南点点头, 这事引发冲突, 没有中国点头, 别想能顺利进行。 稍微搞点摩擦, 当地国家就不能在这些区域搞基础建设。 就像中国不太可能在敏越省加大力度, 是一个性质。 为了避免误会, 我想, 我们可以在区域内进行合作。 当然, 固有市场中的竞争, 还是在所难免。 约翰, 丹尼尔斯的意思其实也简单, 各自固有势力范围, 该保护保护。 该补贴补贴, 双方其实基本都能代表政府意志。 尽管双方都不曾履行过政府功能, 但在延伸政府强权这件事情上, 双方都差不多。 只不过以前张浩南这活, 北游外经贸以及各大湘江办事出来做。 所以, 有些做外贸的人, 过了很多年都未必搞明白, 为什么湘江会有那么多超级集团的各种区域代办机构? 可不是为了省时省力那么简单。 约翰, 丹尼尔斯所谓的区域内进行合作, 其实有一个相当残酷的现实。 那就是, 这个合作跟区域当地的政府、 土著都没啥太大关系。 满世界的墙头草, 其墙派不是没有原因的。 也就说, 如果在开发市场的时候, 发现对方的存在会打个招呼。 可以这么说。 张浩南的提问很微妙, 约翰, 丹尼尔斯的回答也很果断, 在这里面。 有一个秩序, 那就是强权之间的碰撞, 互相宣示存在即可, 剩下的, 就是真刀真枪来拼。 别学沃奴玩, 珍珠港即可。 沙巴州流言潮的项目完蛋, 就是爱德蒙玩了珍珠港套路, 搞不宣而战。 如果是一般的国际公司, 可能就只能吃下这个苦果, 折了也就只能折了。 但是流言潮总算运气不错, 有张浩南这个谈不上铁杆的塑料盟友。 那就有得谈了。 毕竟张老板对于任何送上门的好处, 管他是香还是臭, 到了嘴里全是肉。 我知道岭南省的政府高层, 对于棕榈油也很感兴趣。 如果我们打算在沙巴州竞争, 最高层级, 我想知道会是什么程度。 当然是内战。 约翰, 丹尼尔斯笑了笑, 他觉得张浩南这个问题很幼稚。 当地族群没, 有哪一个是优势族群, 信仰也复杂, 吉隆坡对东部投资很少, 但却拿走了资源收益的大部分。 如有必要的话, 鼓励一场小规模的内战。 并没有什么不妥的。 更何况, 跟未来收益比起来, 这些并不算什么。 反正死的是当地人。 这是前台词。 没人会有心理负担, 毕竟, 身是远离出房嘛。 我知道西格尔你有Long Shield, 但是在发动区域内战上。 相信我, 爱德蒙是专业的。 张老板这一刻, 被这帮牲口的无耻给惊到了。 甚至, 这不是无耻不无耻的事情, 他们居然有办法将无耻转化成荣誉。 这还真是需要点传承的。 约翰, 丹尼尔斯对中国本土之外的传统竞争, 十分自信, 因为中国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美巴奇看来就是一种枷锁, 是弱者的无能卫力。 当然, 一马归一马, 在中国市场内部, 如果没有改朝换代的能力, 他们愿意遵守法律,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算是严格遵守。 强权, 丹尼尔斯家族唯一听得懂的规则。 张浩南算是深刻领教了。 他也很清楚, 除了中国, 自己想要找乐子, 那真的是得发扬一下团结拼搏。 负重奋进的精神。 不过总算张老板的祖国还算强大, 所以现在还是能一马归一马地谈。 在金龙鱼和柴市股份上, 丹尼尔斯家族无所谓中国的粮食集团入股哪一个? 反正只要不妨碍他们赚钱, 满辣家的资本集团就是蒲聪军而已。 还没有资格获得他们的平等对话权利。 交谈很顺利, 但绝对谈不上愉快。 带走大字音符经, 前往机场的时候, 刘小光问张浩南, 张叔, 谈得不顺利吗? 哦? 你怎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我看张叔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我这不是不高兴, 而是不满意。 张老板翘着二郎腿, 我想拿得更多, 但是现在只能拿一半。 你说, 我是亏了还是赚了? 赚了一半? 你果然跟你爹不像, 我很欣慰。 张老板满意地点了点头, 少赚一半就是亏损百分之五十。 本来都该是我的钱, 他妈的, 狗日的养鬼子, 居然跟我说要公平竞争。 这不是好事吗? 刘小光有些猛。 机关枪, 火箭炮你以为是自己手搓的, 很贵的好吗? 他妈的, 看来得找个地方做成军火库。 啊? 这下刘小光彻底梦了? 不是, 张叔, 这跟机关枪, 火箭炮还有? 还有军火库有啥关系啊? 原生态的自由市场就是这样的, 你还不满三十岁, 还年轻。 等过个今年走上了更高的岗位, 陷得多了就不会一惊一乍的了。 说着张老板跟刘小光聊起了一些湘西趣事, 比如说谢豆, 规模动辄两三个村, 一两千号人, 这规模, 比一般欠发达国家的内战烈度还要大一些。 毕竟别人还没有高射击枪嘛。 聊到了工作地方周边的乡村泄斗, 刘小光一下子就领悟了。 正如自家张叔说的那样, 这, 就是原生态的, 自由市场。 坐上前往的黎波里的飞机, 这次郭威就不必陪同, 他要跟商务部的人一起。 开始连轴转开启多国谈判, 这是个车轮战, 没个一年半载搞不定。 也就是捷克慢慢草这俩国家好弄点, 就这里面还有一堆弗兰克资本。 还有一些则是湘江资本的马甲, 马甲里面有国内二代, 也有原先红色资本。 但海外关系相当地复杂。 张浩南对于麻烦的事情一向不感兴趣, 甚至欧洲事业部总裁人选, 打算直接把几个原先退休的欧洲司老干部挖过来, 只不过他面子不够大。 在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没啥关系, 国防七子和电信六子中, 前者张浩南门路挺广的, 后者远不如花瓣公司来得利落。 这次欧洲业务的打开, 千几百欧元开路, 之后能做多大? 就得看这今年大西洋两岸的全面开打会有多大的跨国公司, 摔个半死。 反正张浩南就记得一个阿尔斯通, 但肯定不可能只有一个阿尔斯通。 张说, 没想到郭总还是个工作狂啊。 别人能在良西跑马拉松的, 身体素质一流, 想要做大公司的高管。 没有好身体怎么行? 就像你, 平时要多锻炼, 以后也要长期加班的。 刘小光这时候才想起来, 自己要是回国了。 怕是回不到以往惬意自在的生活中去了, 得进步啊。 甭管是自己愿意, 还是不愿意。 抵达的黎玻璃之后, 走完欢迎流程, 赛伊夫就准备好了欢迎宴会。 听说, 真静的希格尔先生喜欢美女, 赛伊夫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让许多风乃肥腾的女郎取下了面纱。 还准备了葡萄果汁和小麦果汁, 同时还有得意之产的大耳朵羊香肠, 必敬。 尊敬的希格尔先生刚从柏林过来, 口味还需要适应。 赛伊夫现在的关注点, 已经从入股沙石集团35%转移到了。 尊敬的希格尔先生和丹尼尔斯家族究竟做了何众友好的交流。 那么, 希格尔, 爱德蒙会在中国展开全面业务, 对吗? 或许吧, 但这必尽是爱德蒙集团的商业规划, 我无从得知确切的消息。 避开了讨论满辣加沙巴州或者沙捞越州的事情, 张浩南也不想让。 泰拉布鲁斯和希兰尼加联邦共和国的脑残领导人父子知道太多, 话题基本上都影响了食用油, 而这刚好很符合卡达亚次子赛伊夫的需要。 作为典型的单一经济国家, 泰拉布鲁斯和希兰尼加联邦共和国除了石油开采和有限的石油化工, 剩下的全部都要进口。 但是前几年的制裁, 让德黎波里就算有财政结余也买不了多少硬通货。 什么是硬通货? 米面粮油就是硬的不能再硬的大宗物资。 虽说国际社会打算在今年过后对泰拉布鲁斯和希兰尼加联邦共和国 进行有限度的放宽制裁, 但也基本走配额制。 不过, 这里头有一笔烂账, 那就是按照泰拉布鲁斯和希兰尼加联邦共和国 现在整体的产油销售收入。 养活七八百万人, 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关键就在于几十亿美刀在手。 能变成蒂纳尔洛在泰拉布鲁斯和希兰尼加联邦共和国各地平民手中的, 却十分有限。 不是卡达亚·卡大佐不想给, 收买人心这种事情, 对统治者而言, 谁不想干? 如果干不了, 无非是做不到, 没有那个能力, 收买不了。 这对环地中海国家而言, 其实习以为常, 算是传统。 对中国人而言, 就有点反常识。 说到底, 泰拉布鲁斯和希兰尼加联邦共和国这种国家, 就不是真正的国家。 它只是一个部落联合。 德黎波利、 班加西、 苏尔特、 埃及达比耶、 图布鲁格都有各自的地方势力。 可以是政治团体, 这些通常背后都有国际强权撑腰。 在巴黎和伦敦有着丰厚的人脉资源, 包括卡大佐本人也是如此。 也可以是部落, 这些通常背后都是各种宗教力量, 交团种类, 分支。 流派极其复杂, 再加上卡大佐又想跟圣地的王爷们争议争地位。 所以, 这里面又冲着大量石油美刀。 有外来游霸的, 也有卡大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同时, 卡大佐还想以非洲之王的江湖地位完成对整个阿拉伯世界。 德话语权篡夺。 这是个啥玩意儿呢? 就是卡大佐想要当万王之王, 然后呢, 正经的王爷可能不够数。 但非洲是多么野性的土地, 土王那还是很多的。 你也不能说酋长不算的王。 爸。 不过现在洛毅把握不住, 大概率还是得去新政, 所以如果洛毅扛不住压力, 还是扔去长安算了。 至于说两江省的博物院, 下次再说。 跟塞伊夫的会面, 一切都挺顺利, 他有着篡位当太子的想法。 所以, 私底下还有基家公司。 专门做泰拉布鲁斯和西兰尼加联邦共和国 一些进口业务。 今年对卡大佐来说很重要。 因为联合国讨论要不要解除 对泰拉布鲁斯和西兰尼加联邦共和国的制裁。 跟联合国大会没啥关系, 主要是安理会。 当然, 这都是扯淡的场面化, 跟卡大佐签的合同都是长约。 这里面还有多个中东产油国的股份。 没办法, 中东产油国在泰拉布鲁斯和西兰尼加联邦 共和国东部的部罗。 有着很降的影响力。 而在德黎波里, 土鸡的存在感反而又很强烈。 同时, 元苏菲派的教团影响力依旧存在, 而他们搭上了波斯。 所以, 张老板跟塞伊夫一起吃老的一只大耳朵羊香肠食 一起喝葡萄果汁。 德加冰, 除了老伦敦口音的塞伊夫同伙, 还有老巴黎口音的一些的黎波里贸易公司股东。 整个泰拉布鲁斯和西兰尼加联邦共和国 现在为了等待安理会决议。 其实做了不少工作, 有说公关等等比比皆是。 中方拿下了不少项目, 但因为兔火罗正在打仗。 很多项目的设备无法保证暗期交付, 所以先脱着。 放异前, 卡大佐走翻脸了。 爱咋咋吧, 卡大佐现在只想多搞点钱, 然后把万王之王的位子传下去。 没有中方的弃权或者同意, 安理会就是个屁。 塞伊夫有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张老板不得而知, 反正这货就是典型的。 Running Dog 正在主持泰拉布鲁斯和西兰尼加联邦共和国的国营企业私有化。 这其中固然有卡大佐本身需要更多资金来巩固权力的现实需要。 但未尝没有塞伊夫想要吸引国际资本 全面进入泰拉布鲁斯和西兰尼加联邦共和国的想法。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跨越时间班。 张老板能感觉到这老小子还想拉拢自己, 因为在大米采购上, 他给了一个高价, 而且要的不是中国老百姓喜欢的精明, 都是方便做手抓饭或者炒饭的鲜米。 巧了, 莫者不是, 刘小光现在工作的邵州, 刚好去年杂交道多重了一部分。 早到刚好可以拿来出口。 张叔, 这订单, 回邵州之后, 就谦虚点, 低调点, 包装的事情, 我会让人搞定。 至于你老子那里, 哪些该说, 哪些不该说, 你自己也多长个心眼。 刘元朝现在还是不稳的, 万一翻车, 刘元朝领老吃黄粮, 也不是不可能。 但刘小光可是他前妻所生, 不在一个户口本上, 这就还有回旋余地。 这个泰拉布鲁斯和希拉尼加联邦共和国的先米订单, 能做个两三年。 那就不错了。 就这两三年的生意, 也足够刘小光成为冉冉升起的一颗星星。 不过能不能腾挪地方, 那终究还是看机遇。 当然, 安排去王溪身旁,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张老板也算是扔了一根胡萝卜吊着刘元朝的胃口, 让他有点念想。 但实际上根本无法实现。 因为不管刘元朝杂多少资源进去, 张浩南都会把他脚合黄了。 什么档次, 也来预染王会长。 事业, 张浩南在酒店等消息, 到晚上11点, 武泰安这才带着一份文件进来。 递给了张浩南, 老板, 查到了。 嗯, 你也早点睡吧。 张浩南挥挥手, 等武泰安出去之后, 他坐在沙发上翻开着一个人的资料。 一家保安证券公司的老总, 有个表兄还曾是证券交易所的理事。 穿着睡袍, 张浩南拿着卫星电话, 在阳台上用方言说道, 浩东, 去一趟阳城。 顶两天这个叫徐靖军的, 他去湘江或者豪靖澳, 就地坐掉。 我这就带人去阳城。 自己也当心点。 放心, 我不乱跑的。 安全第一, 张浩南点了点头, 然后又道, 让执勤阿书接电话。 好, 徐靖军的表兄叫于靖夜, 于靖夜跟于龙还没有出五赋, 论被分的话, 于龙在祭祖师的名字, 应该写作于靖龙。 所以, 说是族兄弟, 也不畏过。 不过有一点区别, 于靖夜是城里人, 而于龙是本地人, 也就是乡无孽。 两边并不往来, 实际上各自的发展路线也是精卫分明。 于龙过去的巅峰高光, 就是从部队回来之后一路做到了县长。 现在虽说是更攀高峰, 但那都是平本师生儿子生来的, 不算个人能力。 当然硬要说这也是个人能力, 也不能说错。 至于于靖夜, 他现在卡在一个关键时期, 再加把劲, 就能跳出地方智谷。 成为不堂之下的二老爷。 能不能混个侍郎, 这有待商榷, 但绝对是完成了罕见的月签。 整个政府系统中, 政务院各个部堂之下的二老爷, 全部加起来, 这个级别的, 不会超过350人。 于靖夜在于家自有气度, 除了于小龙这个奇葩, 能压他一头。 还真没有其余人等, 可以在他面前狗叫。 但于小龙实在是太恶心了, 大过年的, 五千万现金, 直接在乡下分了。 而且不是分一年, 似乎是打算年年分。 更离谱的是, 于小龙竟然比他提前入京, 在南郊区耀武扬威无法无天。 肆无忌惮, 但别人还倒过来拍他马屁。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 于小龙看似无权, 实则有权。 身世活见鬼。 不过更见鬼的事情会震惊得于靖夜无以复加, 在劳动劫黄金周的第三天。 他表弟徐靖军在豪靖奥被人砍成了肉泥。 赌场的监控显示, 是一伙带着脸谱头套的猛男, 在包间中将他活活砍死。 伸手益处才扬长而去。 不是赌场安保不给力, 而是赌场安保人员的口径小危险。 做生意只是求财, 一个月几千块, 没必要为了客人玩命。 老板和股东都是这个态度, 所以赌场只是联系了徐靖军的家人, 讨论赔偿问题。 多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于靖夜知道出事了, 表弟家里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然后黄金周的第四天, 安全部门找到了于靖夜谈话。 当时于靖夜有个商务部召开的会议。 问的东西并不多, 翻来覆去, 其实都一个意思。 第一, 跟徐靖军的联系近来平凡不平凡。 第二, 知不知道徐靖军在海外的合作伙伴以及海外关系。 第三, 对徐靖军在欧洲, 尤其是伦敦、巴黎的业务类型, 了解多少。 如果于靖夜只是普普通通的官僚, 没有什么敏感性, 也就无非是本着。 亲者自亲的想法, 不会太过焦虑。 但是, 于靖夜是个优秀的官僚, 他在保安的履历, 在松江的工作。 都完成得相当好, 立场也坚定, 没有犯过任何原则性的错误。 对利益诱惑也顶得住。 甚至可以这么说, 他在证券金融领域的贡献, 是拿得出手的。 然而, 正因为他优秀, 所以他才有足够的政治敏感, 他知道之前谁在欧洲。 甚至此时此刻, 他有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 是不是有人, 或者说。 表弟徐靖军本人, 泄露了此次两周五国国事访问的行程。 虽然他无法去知道徐靖军如何知道的, 但是, 他不得不这么大胆猜测。 安全部门离开之后, 于靖夜就飞快地做排除法。 连老朋友公司上市都没有去捧场, 而是抓紧时间切割徐靖军, 看能不能最后挽救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 龙哥, 我, 别, 别别别, 你别害我, 当不起龙哥这个称呼, 你喊我老于都行, 于龙被于靖夜的靖夜给吓到了, 身在松江, 于龙是知道谁有多魂的, 更何况于靖夜混的圈子。 再者, 现在又高又硬的是自己儿子, 犯不着一把岁数了, 自己还亲自上阵装逼。 没必要, 自己又不是十三点, 连这点数都没有。 还请帮我递个话, 跟张老板说一说, 我跟徐靖军, 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于龙一脸无语地看着于靖夜, 好半天, 才开口道, 你让我跟张浩南去讲说。 于靖夜, 要不这样, 你现在出门, 喊个驾驶人师父, 送你到城隍庙门口。 然后求个签, 城隍比我灵念。 这下轮到于靖夜无话可说。 你帮帮忙啊, 于靖夜, 虽说我现在不晓得你, 为啥说要寻张浩南。 但是张浩南是人吗? 大家一到吃饭的, 他是哪样的人, 看看沙石大厦。 还服送多少地皮, 就晓得了啊。 还有, 湘江半岛酒店死了一个洋人, 为啥死? 让我去帮忙, 弄脑子瓦克了。 于龙是真的不知道于靖夜到底想干什么, 但是, 只要涉及到张浩南, 他根本就不信只是带句话的事情。 现在张浩南可是跟着参加国事访问, 人在哪里还不知道, 但即别摆在那里。 所以, 废话不用多说, 他要是装逼帮了本家兄弟这一把。 鬼知道会有多大的坑。 他于龙可以晚节不保, 但是他儿子与小龙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有毛病坑儿子, 今年年底可不止五千万分红呢。 再说了, 于龙别的不好说, 当了半辈子的香无宁, 策纳, 现在倒是想起他这个。 香无宁了。 他也不是说捧高踩低, 而是小心味上。 少年江湖催人老啊。 到了青年节之后的单位联谊, 他作为老同志跑去溜达。 才从警察局的老战友那里得知, 于静业的表弟徐静军。 在豪静澳连脑袋都被堕了下来。 另外一个刚掉来松江, 老家在东北的老战友常年在船上执勤。 这天也上了岸, 跑来找鱼龙喝酒。 晚上在包间吃了一桌没有河豚的洗面, 一边抽烟一边喝点小酒。 然后吐槽着最近的大新闻, 徐静军不是说在保安吗? 开了一家什么咨询公司, 还是什么证券公司? 不就一壳子吗? 还不是仗着于静业的关系, 提前知道点行情。 现在于静业是关键时期, 前而那个谁就原先在金门做啥玩意儿来着的。 反正也是外经贸的, 说是有消息, 他能到京城去。 不过现在, 嘿, 都他妈的黄。 哎, 小的不了, 于静业还被叫过去问话, 连商务部的会议都没开。 正聊着呢, 包间外面进来一人, 探头探脑拂好眼镜。 找了个座儿, 就坐下成了一碗鱼翅, 先竖竖口。 鱼龙拿了杯子, 东北的老战友, 抄起酒瓶, 就给他买上。 哦, 够了够了够了, 好好好, 满了满了满了。 眼镜瞧着丝丝闻闻, 结果凑在杯子边沿, 就缩了一口, 跟龙吸水似的, 一杯。 五粮液, 少了三分之一。 你咋知道的? 我刚开完会啊, 又强调保密条例, 我明天还要去一趟卢湾。 结束的时候我还奇怪, 怎么好像不是开给下级部门的? 像是开给中高级干部的, 然后就听说于静夜到处寻人脱关系。 老于, 于静夜跟你算弟兄啊, 没寻你。 屁个弟兄, 老子香无宁。 哈哈哈哈。 众人都是大笑, 然后赶紧满上继续聊着八卦。 然后鱼龙也说了于静夜找他的事情, 还提到了张浩南。 顿时饭局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侧那, 徐静军不会是张浩南派人做掉的吧? 你们还别说, 这活啊, 真他妈挺像那小子能干出来的。 这小子脑子可能是有点不太正常的, 做事根本不管后果。 不过, 再豪金奥把人给宰了, 倒也管不着, 卧槽。 碰。 突然, 东北的战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卧槽。 徐静军这老小子肯定犯大事了。 老于, 你幸亏没介于静夜的活啊。 这老小子没安好心。 啥意思啊? 鱼龙被乒临旁郎打乱了思路, 他刚抓着点感觉呢, 被战友拍了一下桌子。 思路全没了, 整个人都是猛猛的。 张浩南。 东北的战友赶紧提醒一桌的人, 他现在在干吗? 废话, 他现在当然是在, 卧槽。 他马勒戈壁的, 于静夜这是要拉你下水啊, 老于。 鱼龙这下反应过来, 后背当时就湿了, 下意识地擦了擦额头。 这真是比跟阎王爷擦尖过还刺激。 等一桌大佬爷们儿的激情冷却下来之后, 鱼龙这才感慨道, 还好老子不贪。 还好老子不缺钞票用。 一桌的人顿时无语, 因为鱼龙的话, 让他们想起了于小龙的成功。 紫金科技现在真的是硬到不行, 都是求着紫金科技上市。 而且, 张浩南又不管事儿的, 于小龙这个副总, 是真的一言九鼎。 现在于小龙回家, 别的都不带, 就带现金, 不多, 一只手提箱塞满, 回家就分钱。 没别的爱好。 下沙县现在的县太爷, 恨不得于总每个月回家四次, 每次七天。 豪金奥发生这样的大案, 本来应该传得沸沸扬扬。 然而新闻上都是一句话带过, 无非是豪金奥某某赌场发生一起凶杀案。 就这么点动静。 也有不服气的湘江媒体, 想要搞个大新闻, 龙顿安保。 住湘江的公关总监也没废话, 请人吃了一回下午茶。 报道也就没有出现偏差。 领中央情报局经费的几个, 更是再三表态, 他们绝无作对之意。 本地搞情报的, 都清楚龙顿安保的董事长行事风格, 他可不是中央的官僚。 讲什么团结, 搞什么统战, 不存在的, 说送你去威多利亚港, 就一定会送。 使命必达。 唯有独狗赌客们在返乡之后, 跟老家人吹嘘如何如何, 但赌场中死个人。 与普罗大众而言, 并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 死了谁, 做什么的, 为什么杀, 哪来那么多关注。 只有身在局中的, 才会努力挣扎一下。 老板, 于总的电话。 嗯。 张浩南在的黎波里没啥活动, 这里的政要在文化交流上唯一感兴趣的。 就是和中东游爸们一起去中国的塞上江南盖葱头寺庙, 其余的影视、 游戏、 传媒等等, 都不想碰。 不过赛伊夫倒是愿意在电影拍摄区景地上搞点合作。 他在欧洲, 其实也有影视公司, 主要是拍摄一些老父亲多么牛逼的小电影。 除此之外, 还出版一些老父亲的政治理论, 类似《我的奋斗》, 那种。 更神奇的是, 这货已经搞定了汉一本, 还在中国发行了。 也不知道都是谁买了去看。 老板, 于静夜来了京城找我, 说是跟你有什么误会, 我还没有答应他什么。 想先问问看是怎么个情况。 哦, 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表弟徐静君把我在德意志的行程出卖给了伦敦, 还有巴黎的人。 我呢? 就让人把徐静君脑袋砍了下来。 事情已经结束了, 怎么? 他打算给他表弟报仇? 电话另外一头与小龙声提抖了一下, 好一会儿, 他才说道, 谢谢老板。 我知道怎么做了。 对了, 问问看南郊区有什么洋货需要的, 做个统计, 明天, 哦, 今天, 今天就有一架飞机倒鼠兜, 到时候你组织一下, 就当立下的一点小礼物。 有什么设备上的采购需求, 也让牛区长统计一下, 趁现在好买。 可以多签一些采购合同, 南郊区一家吃不下, 可以让牛区长去冀北省转一转。 京城其他地方呢? 别人本来就大富大贵的, 凭什么跟我们称兄道弟? 不是一条路上的。 好, 等挂断电话之后, 于小龙深吸一口气, 洗了个冷水脸, 然后赶紧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 于小龙亲自开车到了京城饭店, 松江来的干部, 大多都往这儿斜脚。 秘书保镖都追不上于小龙, 因为他下了车就跟百米冲刺一样。 一路冲到于敬业的房间, 一通砸门之后, 等于敬业开门的一瞬间, 他抄起不锈钢垃圾桶, 就往对方脑袋上砸。 发了疯一样的于小龙将一把年纪的于敬业打得满地打滚。 于敬业带来的人拦都拦不住。 眼睛发红的于小龙骂人的话都不成句了, 简直跟胡言乱语一样。 这一通大闹, 自然惊动了京城饭店。 随后, 南郊区的牛太元也赶紧过来看看怎么个事。 他是抓紧时间给于小龙端茶倒水加顺气, 操作丝滑的程度, 让稍后赶到的刘福州极其无语。 随着于小龙逐渐冷静, 这才知道了真相。 当然, 情绪依然不稳定的于小龙也没有将徐敬军的事儿说出来。 不过稍后, 大家都会心知肚明。 他妈的, 差点被这个自己人害死, 操他妈的。 操! 于小龙嘴唇还是在哆嗦, 张浩南这个人是真的很难预测。 恐怕徐敬军被砍成肉泥的时候。 都不知道张浩南远在欧洲就打算马不停蹄干掉他。 这要是给张浩南心里重根刺, 于小龙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别想睡安稳觉。 哪怕张浩南什么都没做, 依然跟平时一样跟他和气生财。 但, 他骂的他是真的怕啊。 疯狗只是外人这样认为吗? 错, 自己人也都是这样想的, 只是不会说出来。 于小龙想着反正都已经把于敬业打了, 不如事情做绝。 于是打了电话给老夫亲于龙。 旁边牛太元还在端茶道水波花生米给于总享用呢, 就听于小龙说道, 爸爸, 帮我联系一下城里的, 开个会。 要做啥? 把于敬业拉下来, 筹码就一个紫金科技的股份。 不行, 股份免谈, 交给我, 我来弄, 放心, 千万不要提股份的事情啊。 阿龙, 要捏住股份啊, 千万不要分出去。 跟扳倒于敬业比起来, 儿子说要出让紫金科技的股份, 直接把没用的老父亲于龙给吓到了。 这时候再怎么没用, 于龙也要展示一下实力。 自己还是有用的, 群里轻群没有恶意的, 只是防诈群, 老读者都知道我手头没杀群了。 就这几个苟且偷生。 于小龙于总他那个没用的老父亲, 专门在黄金周结束之后, 拜访了一下顾娇长辈, 都是身体康健的老革命, 不过当年的工作, 就是在松江搞钱。 哪里的都有, 东北的西北的西南的, 常住松江疗养, 主要也是因为气候适宜, 再有就是医疗条件好。 跟于龙的老父亲退休了在京城, 还是有些区别的。 其实鱼龙不爱跟这些人往来, 原因倒也简单, 这些长辈老革命也是城里人。 当年潜伏在这里, 明面上的身份也是很有派头的。 这公子那少爷的, 银元在交际花那里, 石金石金地撒。 而且, 当时金融混乱时期, 在松江打大老虎。 德尼古拉, 维拉迪米洛维奇, 伊利扎洛夫公子。 在国库劝一案上, 坑了不知道多少松江小市民。 但这个时候, 潜伏下来的稿钱专家们, 也确实筹错了一大笔经费。 建国后也没公开身份, 差不多有小十年, 国内敌特差不多都料理干净了。 这才正式公开参加工作。 不过鱼龙不喜欢归不喜欢, 佩服也是真佩服。 而且, 这些人跟现在搞证券的。 没有事成关系, 也算是失败者序列吧。 找这些失败者长辈, 也是有说法的, 虽然跟现在搞证券的没啥人机关系。 但在京城消息还是灵通, 鱼龙这次过来, 就是给城里的瑜伽看看实力。 算是一个风向。 还有一个和看打牌的, 都是松江本地的, 刚立下就穿起了白衬衫。 里面就是一条背心, 估摸着, 上面还印着有某个单位的字号。 直到于小龙的酒吧悟到, 将卡座小妹妹抛弃之后, 这个圈子才抖然而复。 都蛮好的。 余敬业原本有三个选择, 两个监督司局一个委员会, 直接政务院调动。 跟松江市政府没啥关系, 现在就乱了套了。 在一家名人故居附近, 鱼龙进去之前, 最后跟儿子通了一个电话。 确定了于小龙梅 在提紫金科技股份的事情, 这才放心大胆地进去。 其次城里鱼家如果不做切割的话, 不用想, 多的是其他城里人要下手了。 能保住机家证券类金融类相关公司, 这是不好说的, 甚至有些银行股份。 搞不好也要吐出来。 之前是紫金科技的区域代理商, 松江有很多个片区。 购鱼龙的老战友子女们, 潇洒的。 跟他一起打牌的另外三个, 则都是光头, 两个都是两这省的一个祖籍课程。 一个祖籍鱼行, 口音就很怪。 所以, 鱼龙本身的圈子, 其实误打误撞, 跳出了原来的下沙线。 下沙线上头有松江市, 以后不知道怎样, 反正现在是玩不出什么花样来的。 跟京城还真是全然不同。 不过这次有点区别, 鱼龙要的不是就城里鱼家, 而是城里鱼家主动靠过来, 然后大意灭清。 就是说啊, 有啥好急的。 到底打不打牌? 打完了吃饭。 头发茂密的老者老家东北, 打里的一丝不苟, 对劲的堂装。 腕子上有一块朴素的东德表, 很有年头了。 头一次看见副瓶子贵的, 多少年了, 终于朝前进步了一点点。 首先, 如果徐静军泄露张浩南形成这事, 如果不被暴露出来, 那问题不大。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之前, 鱼龙跟老战友们吃饭, 大家伙也是抓紧时间给他汇总各路消息情报, 然后在一起合计出主意。 他们的青年时代, 松江的女明星随便约, 腻了。 钞票就算了, 一把年纪也用不着。 然后坐着看打牌的老头问鱼龙, 阿龙, 家里还好。 他要证据。 于静业肯定完蛋, 5月7号、8号松江的金融部门就开始搞内部大审查。 张浩南5月10号回国, 跟张浩南没啥过节的证券所。 居然也9号搞了纪律整顿。 只要没死, 就有面子。 来之前, 鱼龙也委婉地说了自己的考虑, 这些老革命也不是迂腐之辈。 就说, 让鱼龙给疗养院再捐点什么就行了。 洗牌洗牌。 最后, 张浩南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定会继续打击报复。 部队里回来的也不是不爱钱, 但以前也没当过什么大官, 所以眼界挺低的。 到了松江之后, 按照现有的待遇一合计。 感觉也没必要, 掩热别人几十万上百万的, 就这样挺好。 鱼龙算是比较能打擦边球的。 再次, 他鱼龙祭祖的时候, 既然写作于静龙, 那多少还是有点分量的吧。 瑜家的人在饭店等好了。 此时故娇长辈们早就到了, 正在吹牛逼聊天, 烟茶不离手, 无欲无求。 因为鱼龙本身完成了蜕变, 城里瑜家在于静夜翻车之后。 自救行为肯定会多少跟他沾边, 哪怕于静夜已经找过了鱼龙。 别的不好说, 刀鱼鱼、茶叶、大闸蟹, 逢年过节搞点就行。 没人可以置身事外, 只要是沾着这件事情的人。 现在问题是不但暴露了出来, 张浩南还玩得很绝, 直接做成凶杀案。 不得不让司法部门介入, 而且一定是最高法和最高检。 因为涉及到了豪金奥特别行政区, 毕竟当初他是县长, 还是老县长, 但也就那样。 阿龙, 现在派头不错啊。 证券所从建立到现在, 翻车得很少, 当然这个很少, 是跟金融部门相比较。 鱼龙客客气气地发了一圈烟, 这些老头虽然没有徒子徒孙撑腰, 但也确实潇洒, 在京城还是有面子的。 又不是天天上电视的级别, 能随便买货系A6已经相当可以。 急啥呀, 让他们再等半个钟头好了。 一共五个老头, 四个带着老花镜打升级, 剩下一个凑着搓长生果, 花生, 吃。 你要考虑清楚啊, 扳倒于静夜不算啥, 但朝后有啥恩怨, 估计要来训你的。 一言难尽。 鱼龙没打算说这事是儿子想要钱的, 但既然都决定了, 他这个老父亲, 给儿子挡点刀枪也不算什么。 过个三五十年, 他还活着肯定最好, 倘若陷了马克思。 至少儿子也不会过得乱七八糟, 因为张浩南才二十来岁。 他鱼龙虽然是当兵的出身, 可不代表他不会算数。 而此时国是访问已经结束的张浩南, 还没有回国的原因, 是要去一趟开罗。 有一个非常奇葩的买卖, 塞伊夫打算做个中间人。 在夏尼罗河联邦共和国的首都, 塞伊夫邀请了本地的政府耀云, 以及白尼罗河联邦共和国的 祝开罗大使。 谈论的生意是关于主权能卖多少钱。 两国争议的地方在靠近红海的三角区, 但现在已经是。 夏尼罗河联邦共和国的鸿海省一部分。 白尼罗河联邦共和国因为全球殖民体系 瓦解过程中的孱弱, 导致它失去了哈拉伊布三角区, 经过多年的国家建设, 终于成为了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当然这事硬要说跟夏尼罗河联邦共和国 和白尼罗联邦共和国。 有多大关系, 也谈不上纯粹还是小不列颠当年 被毛子和不孝子折腾过后。 索性继续贯彻祖传脚屎棍大法。 反正南白尼罗一直闹着要分家过, 毕竟南白尼罗主要讲暗格鲁语。 信的是基督教, 跟北边不那么黑的, 属于异教徒。 张老板受邀在开罗看金字塔谈生意, 跟南白尼罗也没啥关系。 跟哈拉伊布三角区也没啥关系, 而是跟一块布毛之地有关。 这块的教比尔泰维勒, 从历史民族习惯上来说, 曾经居住在这里的土著。 跟南边的白尼罗河联邦共和国关系更清静一些。 所以, 在一百多年前, 先从夏尼罗河分了出来, 过了几年化到了白尼罗河。 但是, 这破地方哪有哈拉伊布三角区乡啊? 要啥没啥?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要啥没啥? 布毛之地。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布毛之地。 这里连一间房都没有, 也没有公路。 人类活动痕迹很少。 曾经的土著也只是曾经, 现在部罗都不往这里放牧, 怕牲口可死, 热死, 毒死。 除了冒险家来装BX7说建国了, 根本没人来。 运行一块土地的费用是很高的。 所以, 两国一直在推位, 都想要哈拉伊布三角区, 这样还能蹭点。 清尼罗河共和国的水资源, 还能从阿斯旺省买点水电厅, 渡口。 一切生意还得看双方需求。 赛伊夫管着卡大佐的基金会, 有些生意别人不好做。 他做起来还是很轻松的。 首先, 龙顿安保公司之前打算在开罗 搞个非洲私业务中心。 带训练基地的那种, 这就说明有用地需求, 而且不是城市办公楼那种。 其次, 赛伊夫知道张浩南能搞到一些 规模不那么大的杀伤性武器。 巧了, 摸着不是, 赛伊夫想整点, 可是在德黎波里建设中现实, 那不现实。 带个仓库, 先把当初不小心掉了汉语版原子弹, 使用说明书这事讲清楚。 所以, 即便有军事采购, 工对工才是唯一途径, 有啥政治利益上的交换。 起码也能放工开场合说, 跟卡大佐不搞案的。 不是不想, 而是没意义。 这就是个傻鸟。 因而赛伊夫寻思着, 就是从第三国借到, 可借到的话。 怎么着, 好像生意还是差那么一点意思。 不够丰富。 赛伊夫想要生意做更大一点。 他想做阿拉伯世界中性价比产品的总经销, 卖不了真理。 还卖不了反坦克火箭弹。 YES, RPG。 最后, 这地儿的鸟不饿时, 又不是离得太远, 便宜点最好。 原本计划是去大马士阁附近租一块地。 但在黎波里, 有个苏菲派教团跟大马士阁那边有交情。 看卡大佐父子就不爽, 所以才一接触就黄了。 没有海运, 那是相当的伤。 幻想整个铁路或者公路都行的赛伊夫, 打了一圈电话, 倒是袈裟, 那边特别感兴趣。 然后就被赛伊夫狂喷了一通, 各种侮辱性话语倾泻而出。 在这个时候, 有个手下原先是夏尼罗河联邦共和国撒哈拉省。 一个部落酋长的第13个儿子, 给领导提了个醒, 说这比尔泰维勒。 一个有身份证明的人都没有, 刚巧两国都不想要这地, 何不各方坐下。 肯谈一番。 为了彰显身为非洲之王之子的人脉, 赛伊夫还找到了弗兰克的国民联盟。 副主席作陪, 除此之外, 还有不列颠的格罗夫纳伯爵代表。 不过这个代表另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的黎波里南地中海地产公司的行政总裁。 在开罗这里, 本地人虽然对比尔泰维勒虽然不感兴趣, 但如果有买家, 那就不同了。 反正原则上来讲, 夏尼罗河联邦共和国不介意这快烂番薯赶紧滚。 不过还是跟张浩南报了一个两亿美刀的价格。 两亿美刀只要签字, 从总统到街头卖囊饼的都会毫不犹豫同意。 当然白尼罗河联邦共和国想法就要多一点, 他们希望张浩南能提供一份。 粮食救济计划, 当然本质上来说是希望张浩南跟中方政府提一嘴。 事出突然, 但也不算突然, 白尼罗河联邦共和国 给的报价是一七千万美刀, 外加价值三千万美刀的粮食或者食品。 而在鸿海省的阿尔巴达部落, 因为历史上会穿越比尔泰维勒芳母。 张老板只要给三角区他们的部落打击口井, 然后给酋长一点零花钱。 这事儿他们没啥意见, 毕竟也不是什么龙心之地。 弗兰克国民联盟因为走的不是白走路线, 所以还想着是不是张老板能把大巴黎地区的黑人 接走一部分。 他们愿意贴点小钱, 当然经费肯定走弗兰克政府的公账。 至于格罗夫纳伯爵代表的想法就简单多了。 他们希望能在两江省还有松江市开发房地产。 各方势力中, 胃口最大的就是小不列颠的贵族老爷。 顺带一提, 这一代的格罗夫纳伯爵还是国防部的参谋长。 就是这么神奇。 先生们, 给点诚意。 我要比尔泰维勒没什么用, 如果可以的话。 在大马士阁建的新码头, 对我来说效果是一样的。 但你们应该知道, 那里有多少罗斯人。 一提毛子, 来自小不列颠的绅士们就应激了。 然后表示这是接触会议, 为的是两国和平。 为的是促进东北非的地区稳定以及发展, 是一个地区和平的典范工程。 为全球各地区的争端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张老板对小不列颠绅士的嘴脸也算是领教多次, 整个比尔泰维勒。 别说人了, 你就是找牲口都找不到几只活的, 能有个勾巴的争端。 不过呢, 这块地确实有用, 尤其是像龙顿安保公司。 在无法到出租界99年地皮之前, 这块内陆土地的自由度确实对。 龙顿安保公司更灵活一些。 最重要的是, 未来附近地区都是热点, 龙顿安保业务量必定会扩张。 保守估计, 油水能捞到40年后, 或许更久。 但是这地方也不能太灵活, 太自由, 还是需要一个身份。 伍德先生。 格洛夫那伯爵代表愣了一下, 现张浩南突然笑着冲他说话。 多少还是有重诡异的危险感。 这是一种直觉。 他知道, 希格尔不好惹, 伦敦只要是赚大钱的, 都知道希格尔扶持了。 巴普洛夫。 而巴普洛夫就是阿列克县帕弗洛夫创办。 巴普洛夫是所有新兴博彩公司中最雕的, 业绩相当惊人。 虽然没有主动插手某些足球俱乐部, 也没有能力干涉足球比赛, 但是通过。 伯利多肖, 在公盘业务上做得很好。 不过, 这些都是小生意, 上部的台面。 阿列克县、 帕夫洛夫现在主要还是做食品生意, 只是因为沙石集团。 在沙城的缘故, 张老板又介绍了一家中国最大的民营钢铁厂给毛子。 英联邦框架下的钢卷生意, 现在非常火。 伍德升位南地中海地产公司, 的行政总裁, 自然少不了跟刚才打交道。 他当然也想拿到低价钢材。 甚至格罗夫纳伯爵对于回流国内清萧英格兰或者苏格兰持鼓励态度。 都是生意, 但关键这个生意谁在做? 您请讲, 希格尔先生。 对夏尼罗河以及白尼罗河两国按照2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 如果两国愿意接受8000万每道的报价, 那么我们可以接着谈。 剩下的附加需求可以按照里程碑来解决。 比如说将粮食和公路里程挂钩。 当然, 这是跟两国的谈判。 张浩南冲开罗的代表, 还有白尼罗河的祝开罗大使举了举杯, 随后接着道。 对于联合王国的强大影响力, 我是十分尊敬的。 当张浩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伍德脸皮抖了一下, 不过绅士的定力很强。 所以, 没有露出半点尴尬, 也没有笑。 所以,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格罗夫纳伯爵可以在联合国上提交。 比尔泰维勒成为观察员。 其实, 这就是相当于将比尔泰维勒上升成未准主权国家。 方便建立一系列的对外路线。 但张浩南肯定又不想比尔泰维勒成为国家, 因为成为国家的话。 那反而会很麻烦。 有点医院骑士团的感觉, 但并不完全是。 希盖尔先生, 这并不难。 对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来说, 这就是放个屁一样简单。 联合国本身没啥卵用, 它最初只是战胜国俱乐部, 安理会更是大国俱乐部。 但是联合国的存在, 对世界来说又很重要, 因为它是弱小国家的发生渠道。 说了话, 美鸟用没人理合不能说话, 那是两回事。 只要路线对了, 小国未必不能迎来春天。 万一有大国站出来给自己撑腰了呢? 比尔泰维勒做成地区争端和平典范, 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在本地两国本身, 还有争端的基础上。 所以, 伍德很感兴趣, 他稍微想了想, 在这个过程中, 还能彰显一下大不列颠的国际地位。 这对格罗夫纳伯爵家族, 还是很重要的。 当然, 对家族的房产开发, 也真他妈的重要。 因为中国的钢材, 真是太香了。 这当然不难, 但是, 正如我之前的报价一样, 在里程碑合同上。 我需要看到诚意。 一条公路, 伍德先生的公司可以参与合作, 直接修到。 苏丹岗, 只要能搞定, 那么工期完成之后。 格罗夫纳伯爵再派人去联合国提交议案, 也完全可以。 三到五年, 应该足够了。 三到五年, 从比尔泰维勒修到苏丹岗。 那不可能。 或许对别人不可能。 但刚好我在中国, 也有一支经验丰富, 且专业技能不错的施工队。 三年或者五年, 差不多了。 那需要几千个专业工人。 我有几百万这样的专业工人。 坑吃, 坑, 坑。 不远处, 竖起耳朵的塞伊夫、 弗兰克国民联盟副主席、 白尼罗和联邦共和国。 祝开罗大使都差点被这句话枪的喘过不弃。 专业工人几百万。 在场的所有人都当张老板在吹牛逼。 事实上, 张老板也确实吹牛逼了。 但是, 吹的地方不在于数量。 而在于他手上没有那么多。 他这样的资本家, 也就只能凑个七八千铁道兵 或者工程兵几百万。 那是国家的。 第669章 关于比尔泰维勒的后续整体谈判需要时间, 但基本上还是遵循。 先上车后补票原则,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 主要还是因为 白尼罗和联邦共和国和下尼罗和联邦共和国 对其并没有主权。 属于殖民时代遗留问题。 因此, 将小不列颠拉进来讨论, 主要也是为了方便叙事。 只不过卡大走得好大, 顺便还将弗兰克人也牵扯进来。 算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整个问题的关键, 还在于买家, 也就张老板本人愿意给多少。 不给钱, 这是道理, 给, 这是人情。 反正三个非洲国家要求也挺低的, 只要张老板能给粮食, 或者说能保证粮食供给限, 一切都好说。 张浩南要做的就三件事, 分别在三个国家的港口城市建设粮食码头, 同时在白尼罗和联邦共和国境内修一条公路。 一定是白尼罗和联邦共和国境内, 这是有说法的。 因为过了北纬22度线, 这就是夏尼罗和联邦共和国境内。 哈拉伊布三角区是争议地区, 往那边修多少就带着点小不列点祖传的。 脚屎棍精神。 第三件事情就是如有必要, 跟夏尼罗和联邦共和国签一份长期供水合同, 取水点选择在阿斯旺省。 这不是什么钱不钱的事情, 而是能力问题。 没有工业实力的国家承担不起这种开销, 这就涉及到土地租赁合同, 又是一笔钱。 哈哈哈哈。 哦,没什么, 我只是惊讶于小这个词。 从老牌列强的做事方法来看, 他们的慈善基本遵循一个逻辑, 给你瓶装水。 灌装水, 给你工业化生产食品, 给你联合国指定合作单位生产的药品。 张浩南顿时大笑, 然后没多久, 五国六方就暂定了比尔泰维勒。 全新的地理名称, 叫做沙城和平组织。 马屁虽然层次低, 但质量不够, 数量来凑。 整个北非的腐败程度, 那也是数得上号的。 我对成为国王没有兴趣, 我拥抱和平。 点了点头, 张浩南突然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和平组织听上去就不错。 怎么了? 张浩南笑了笑, 对伍德的马屁完全不敢冒, 这拍马屁的水平。 怎么做到成为格罗夫纳伯爵家中途的? 沙城, 一个人口100万左右的小城市, 离中国东海几百公里。 慈善投资才是卡大佐的核心业务, 而在非洲, 有三样东西则是核心中的核心。 除此之外, 这些岗位吃空响是很正常的, 都是萝卜坑, 安插, 夏尼罗河联邦共和国的政客子女。 或许, 您还可以用自己的家乡命名。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知道希格尔先生的家乡在哪? 再加上沿线的岗位, 对洪海省, 阿斯旺省的官僚们而言, 这些都是政绩。 中方跨国公司用了很多年, 才是硬这种情况, 早先哪知道外面这么邪乎。 比尔泰维勒戒让两国会分别给他一笔用金, 各有500万美刀, 一共1000万。 伍德拿起龙蛇兰小甜水, 浸了一杯张老板。 对老父亲的非洲之王计划, 有着很大的帮助。 找到水, 或取水, 生产水, 这些都是极其麻烦的事情。 尤其是在高尾或者低尾的区。 别看卡大佐坐在油桶上捞了几十亿美刀, 但他的钱其实真经不起花。 以前买毛子或者弗兰克飞机都不便宜, 哪怕买中国的陆军装备。 也只能省着点花, 但要消耗和库存, 那都是几亿几亿的蒸发。 几十亿美刀的家底, 真玩不起什么装甲驴。 再加上安抚国内部落的开销, 差不多要占财正收入的30%。 剩下的钱, 他肯定抠缩着往自家倒腾, 这也是以他信实命名的基金会。 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资金在增长? 卡大佐这种档次的政治生物, 毕竟也是脱胎于殖民时代。 他拥抱过红色毛子, 但红色毛子可不会变戏法。 因为毛子自己就没完全搞定过这些东西。 在以准主权国家成为联合国观察员之前, 先成立一个基金会运作三国合约中的附加内容。 一旁的赛伊夫面带微笑, 他做成功的这一单生意, 那可真是赚了不少。 一亿六千万美刀, 恭喜您, 西格尔先生, 您现在就是比尔泰维勒的王。 挺复杂的, 因此, 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需求很大。 不需要你懂弹道导弹以及母猪的产后护理, 但是, 对艺术品的鉴赏, 对奢侈品的了解, 对车马表九女人小男孩的熟人, 都必然是业务专精。 同时, 沙士集团给两国提供的食品援助计划, 赛伊夫为老父亲卡大佐。 掌管的基金会, 将会分别承担15%和10%的管理运营任务。 神父不一定爱漂亮姑娘, 但一看就很有神圣气质的小男孩, 那就值得一起交流交流。 如果再加上蹦战, 那又是一笔钱。 跨国公司有专门的团队负责商业贿赂和政治贿赂, 必要时候。 还有军事贿赂以及宗教贿赂。 嗯, 好主意。 干净的水, 能吃的食品, 凑合用的药品。 伍德再次道, 像希格尔先生这样的和平主义者, 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的青睐。 或许您可以将比尔泰维勒重新命名。 不过这种贿赂, 在国际市场上算是通行手段, 在北美同样是如此操作。 就是包装得更加漂亮一点, 名字也换了, 叫, 公关。 搞定了, 说你是非洲之王, 一点问题都没有。 也正因为麻烦非洲之王的含金量, 在幽默搞笑的同时。 那多少还是有点的? 当然, 所有的内容都跟沙城和平组织政治、 司法、 外交等等机构的搭建进度息息相关, 首先就是要建立准政府系统, 并且快速搭建外交管理部门, 因为之后英联邦成原国中的一部分, 会迅速跟沙城和平组织建立外交关系。 都是小国,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当然沙城和平组织要是多少给点钱的话, 这事儿可以提前办好, 小国外交部门先签字, 沙城和平组织后补签都行。 基金会暂定名, 就叫沙城和平组织基金会。 总感觉这个代号有点怪怪的, 不过这不重要, 反正沙城和平组织的概念已经有了。 5月10号回国时, 郭威还在柏林和巴黎两头跑, 考察外加采购一些设备。 还有一些名贵包包。 之后, 还要让奥利福从米兰发货一批家居, 都是样板, 到了阳城就会复制。 这些都是七里咔嚓的内部福利, 包包都是给程序员的, 结婚的没结婚的。 在健康和松江, 只要有个女人跟着, 此类开销就绝不掉。 没办法, 七里咔嚓收入高已经在高校圈人尽皆知。 健康师范大学还专门组织联谊啥的, 倒也不是纯粹糊弄人的王婆拉扯。 西门大官人和金莲小娘子。 而是健康市政府确实有这方面的业务, 解决个人问题。 绝非仅限于内部消化作介绍, 像七里咔嚓这种龙头企业。 内部没有妇女主任之前, 街道办都是要经常活动的。 街道办摸情况的反馈, 主要就是收入状况婚姻状况。 目前来说, 小组一阵五夫六个组长通过个人能力 找到老婆的概率十分的低。 所以, 名贵包包要有, 高档化装品也要有, 内部采购的家居自然也要。 一条龙全包。 郭威这个总经理, 那是家长李短一把抓, 比老妈子还要老妈子, 比保姆奶工还要保姆奶工。 雷霆王小组这帮牲口, 为了做有趣的东西, 基本上不怎么挪窝, 有时候就住。 宿舍, 到饭点别人送到门口敲个门就行。 宿舍挺大的, 七年前披下来的别墅, 住着宽敞舒服还带有泳池。 不想爬楼梯还有电梯。 在张浩南这里, 郭威时常吐槽自己是大桥养猪场, 七里咔嚓厂长。 不过也就只是吐槽, 因为郭威赚得更多, 老家村里的首富就是郭威自己。 他老娘现在的唯一爱好就裹魂屯, 然后送给左邻右舍, 顺带吹牛逼。 到阳城已经是11个小时候的事情, 张浩南带了点礼物给苏润仲。 苏润仲也招呼了一堆心腹下属 过来认识一下张浩南。 饭桌上厅说, 张老板在非洲建了一个准主权国家的时候。 苏润仲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 什么玩意儿? 陪着出去国事访问, 是灭了哪个国家? 等听明白张浩南的解释, 苏润仲才感慨, 张总,这么些年, 你总能让人大开眼界啊? 哈哈哈哈! 那这花了一亿六千万美刀, 别人就真的割让了? 不是割让, 本身两个国家就没主权, 都放弃了, 但是在传统上又属于 争议的区, 所以两边给点钱, 这就差不多了, 那地方不值钱的土地产出未灵, 就没说有点矿。 有个屁的矿, 要有的话, 伦敦早一百年就挖干净了, 什么都没有的。 真正意义上的不毛之地, 连沙漠都不如。 我要这里的原因, 主要是刚好业务上需要一个落脚地, 再有就是跟欧洲方面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科研项目。 比如说太阳能发电实验,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不过主要目的还是当军火库和训练基地, 目前暂定名字叫沙城和平组织。 杨文简称SCP在伦敦和湘江已经注册, 本物料到了苏丹港, 就开始做初步的测织。 我刁。 苏润仲还是觉得太疯狂了一些, 好奇问道, 那施工队呢? 两江省本地招啊, 先投重州吃下了几个大工地, 楚州没争过。 我打算问问看楚州市政府的意思, 要是愿意, 就组织个三五千人先试试。 啊? 不是之前有传言, 说是要去中亚吗? 那是地方武装部的业务, 跟拥警拥军模范有关, 不是一回事。 苏氏常不傻, 他在广陵可是当过一把手的, 掐指一算, 这他妈不得万把人。 再加上设备啥的, 这得多少钱? 他忽然觉得这或许是个机会, 于是道, 张老板, 我有个老同学在韶州。 韶州的情况你也有数的, 毕竟不是珠三角, 相对来说, 基础条件要差得多。 但是当地山区的人普遍能吃苦, 今年也有不少退伍安置人员不太理想。 你看, 是不是能适当地分一点配额出来? 对张浩南脾气, 苏润仲是清楚的, 有要求, 就大胆地提, 成不成总有回应。 可以试试水, 苏氏常可以先问问看你朋友, 能做多大范围的农村调研。 毕竟我这边原则不变, 不会一个地方的人特别多。 这个张老板放心, 我有数的。 那就没啥问题, 保底一年八万。 不过苏氏常去说的时候, 就说保底一年五万。 太多太多, 韶州基层一年也就八千块不到, 做烧辣小工的。 工资一个月三百七三百八, 跟杨成天差得别。 装卸工基本工资四百七, 都是卖苦力的工, 做寄贱才能有八百多。 苏润仲在广陵做摩底调研养成的习惯非常好。 他抱菜名一样说了一通之后, 连张浩南的随缘们都有些讶异。 喊一年五万, 怕是下面乡镇农村干部会优先让亲朋好友进来。 所以, 还是再喊低一点, 真正要赚钱的, 是肯定愿意出来拼一拼的。 有一点, 张老板还请放心, 这件事情是我提的, 我肯定会跟进。 也一定跟我老同学打好招呼, 让张老板不用多操心。 那还有什么说的, 一切好伤了。 张老板, 多谢。 配合一下苏润仲的工作, 张浩南也就是行个方便。 别人想要找到这样的渠道, 其实特别麻烦, 要找央企或者大国企。 再有就是安全问题, 普通人出去闯荡, 那基本跟以前下南洋一样。 需要一点勇气和魄力的。 张浩南有龙顿安保, 资本方面又极其雄厚, 对普通人来说能搭上这条大船。 很多需要操心的事情就不用再去多想, 能省很多事情。 而且工程基建, 有些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区块, 最是能构填充劳动力。 哪怕从纯粹的体力劳动角度来看, 中国的农民工群体, 在纪律上都远超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从工程管理上算成本, 雇佣同样一个班的纯体力劳动者, 南亚、西亚以及整个非洲, 额外成本要超出雇佣中国农民工4到10倍。 只不过很多时候, 有额外的国与国之间的合同要求, 比如说培训工人数量。 这是当地国的发展需求, 额外成本增加也只能增加, 想要获得更大的利润。 最好办法还是搞到竞标对手的价码, 以及当地政府的心理价位。 所以, 在国际贸易中, 该贿赂的时候, 还是的贿赂, 谁也逃不掉。 像张浩南这种, 直接录了一个准主权国家的情况, 文所未文, 只要不是去。 耶路撒冷贴词砖, 从苏润仲的角度出发, 给老同学送点福利没什么不好的。 附加条件, 张老板自己就消化了, 地方政府只要做好海外务工。 得前期介绍工作和保障工作即可, 根据苏润仲对张浩南的了解, 这次, 海外务工, 大概率转的是美刀或者欧元, 对韶州这种地方的官僚。 绝对是加分项。 倘若中行也同步跟进, 那大概率每个月都会有侨汇, 而不是一年一节。 只不过苏润仲万万没想到, 自己这边才跟老同学沟通呢。 阳城本地就有不少建筑公司找到了他, 毕竟他现在就是分管这一块。 这些建筑公司老板想法也很单纯, 就是听说张老板喜欢波大貌美的亮女。 想介绍一批给张老板看看。 苏氏常无语归无语, 但也同意在盛大宴请一下张浩南。 只是未曾想张浩南比较野, 竟然迫不及待要回松江找徐靖军家里算账。 原本张浩南计划失去保安, 毕竟徐靖军公司在保安。 只是没想到, 这货被收拾之后, 就在保安火化, 然后运回了松江。 头七倒过了, 这让张浩南很不爽, 没在徐靖军丧事上放, 好日子。 这不符合他以往的人设。 只是倒时差第二天到松江, 才听说徐家压根就没开丧。 找了个墓地, 草草安放了骨灰盒之后, 徐靖军的老婆就带着儿子消失了。 徐靖军老婆儿子藏在哪儿, 谁供出来, 谁就没事了。 徐靖军在松江跟本家合伙的投资公司中。 张浩南坐在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座位上, 手中盘着两颗硕大的蓝宝石。 这是赛义夫送给他的礼物, 说是可以做个项链, 皇冠啥的。 最后, 张老板啥也不想做, 就当闻完河桃了。 有棱有脚的蓝宝石, 盘得嘎啦嘎啦作响, 也不知道有没有碎渣子掉落。 会议室中一阵安静, 有的眼神怨愤, 有的眼神不服, 有的不屑, 有的傲慢。 自然也有惶恐不安的, 犹犹豫豫的。 很好, 多不说, 我很欣赏。 张浩南招招手, 鼓定打开了投影, 第一张照片。 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在伦敦的生活照。 张浩南? 有个人猛地站了起来, 抬手指着张浩南, 眼神中出现了慌张。 徐靖发是吧, 你是打算说了? 你太猖狂了, 张浩南。 啪、啪、啪、啪。 张浩南拍着手, 然后笑着看了看手腕, 对鼓定道通知伦敦。 京城时间十四点整, 做掉01号目标。 是。 鼓定点点头, 直接拿出了卫星电话。 张浩南你这是在玩火。 徐靖发的咆哮毫无威慑力, 张浩南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手表。 继续把玩这两颗蓝宝石。 张浩南, 大家和气生财, 你这是要赶尽杀卷。 或不及家人, 你连这点底线都没有吗? 不管徐靖发如何咆哮, 时间都会继续向前。 也不用等太久, 距离京城时间下午两点整, 也只剩下八分钟。 张浩南。 徐靖发的无能狂怒让他有些焦躁, 然后突然像舒吉了的赌徒一样。 冲张浩南吼道, 你也有爷娘女。 张浩南。 然而张浩南依然无动于衷, 时间还剩三分钟, 现在中指也来不及了。 勾了勾手指, 鼓定弯腰凑过来听到了吩咐, 然后点点头, 是。 他不太敢看鼓定递过来的东西, 但是鼓定并非只给他一个人看。 然而, 他只用一秒钟就想通了, 因为张浩南一直都是这么痛快, 就在去年。 他们其实还有合作的, 张浩南从不吃毒食。 鼓定拿着打印好的东西, 回到会议厅, 走到张浩南身旁, 将东西地了过去。 老板。 巴拉。 张浩南挥挥手, 你可以走了。 你嚎丧呢。 咆哮迅速变成了嚎哭, 徐靖发看到的照片。 是他儿子徐志玲身上戳着四把匕首的死状。 徐靖洗。 两枚宝石扔在桌上, 张浩南抽了一张纸巾擦手的同时说道, 去洗干净。 是。 神情有些变化的徐靖发,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对不起。 鼓对。 是。 徐靖军本家合伙开的这家公司, 所有股东都是亲戚。 出去顺便叫个救护车。 我只想知道徐靖军老婆孩子的消息, 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 你们,为什么不满足我? 难道我还不够宽宏大量吗? 还是说, 你们徐家, 特别的团结。 啊? 张浩南突然开口, 使机太仓促, 来不及准备高像素的数码相机。 只能两百万像素的凑合用了。 张浩南提醒了一下徐靖洗。 张浩南? 你个婊子养的? 啊。 张浩南把玩着蓝宝石, 抬手指了指徐靖发。 站张浩南后侧的古定都哆嗦了一下, 论变态, 还得是自家老板。 继续等候指令。 啊。 徐靖洗完全没有想到, 张浩南这么痛快。 碰, 碰, 碰。 徐靖洗指着对方大吼, 老子早就说过不要心存侥幸, 你们不听。 还要拉我全家下水? 做梦。 闭嘴。 给这老家伙看看。 砸得皮开肉绽之后, 也不知道是惨叫还是豪哭, 或许良者皆有。 张浩南略微喘了口气, 呼, 这老东西还挺耐打的。 古定感觉肌肉都是蹦紧的, 拿着两枚子宝石去了饮水机旁边直接冲。 这, 真的。 张老板。 徐靖步, 徐靖步肯定晓得。 徐靖步原先在保安给徐靖军做副手的。 张老板。 我跟, 你无冤无仇, 绝对没有想要跟你做对。 而且, 现在余靖夜也上不去了, 到处都在审查, 肯定是犯了大事。 我怎么可能跟你做对? 我怎么敢? 给我雄心豹子打我也不敢啊。 我只是想要赚点钞票, 不想拼命啊。 豪得撕心裂肺的徐靖发直接跪倒在地, 他像是所有的力气都被抽空。 看到他软在地上, 张浩南缓缓地站起来。 古定以为老板肯定是要扶徐靖发起来, 然后再狠狠地羞辱。 然而, 张浩南只是抄起蓝宝石砸在了徐靖发的脑袋上。 怎么? 我又没想现在打死徐靖发, 过几天再说的。 拿着对讲机出去之后的古定沟通了一下, 几分钟后, 有个保镖一路小跑过来, 将打印好的传针递给了古定。 还在洗宝石的古定, 当把紫宝石洗干净成蓝宝石, 转过身擦干的时候, 就看到张浩南抬起脚猛踩徐靖发的小腿。 你他妈的演戏上瘾了是不是? 你他妈的以为我不知道徐志玲是个废物? 你他妈的以为我不知道你有几个儿子女儿? 你他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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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靖发惨叫声炸得整个会议是像屠宰场, 而张浩南的言语, 更像是子弹一般有着惊人的穿透力。 看似肌肉发达, 头脑简单的张浩南, 完全看穿了徐靖发的演技。 此时的徐靖发, 才是真正地感受到了恐惧。 都是老江湖, 徐靖发早就盘算好了的, 扔掉个把没卵用的废物子女。 宝夏或者瞒瞎自己看重的, 将来自己这一只照样吃得开。 他不知道徐靖军为什么死吗? 出卖张浩南在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形成计划, 涉及到的重点。 跟张浩南完全无关, 因为张浩南的日程安排, 哪怕是自由活动那几天, 都做过报呗。 之前蔡家在湘江的疯狂已经引发了动荡, 新中社更是在湘江大轮换。 虽然只是低调处理, 但内部风暴可没有停。 徐靖军这是顶峰作案中的顶峰作案, 而且是冒着台风也要作案。 还完出了高水准, 疯狂打脸做安全工作的部门。 张浩南其实压根无所谓谁谁谁, 打听到他在哪, 然后过来拍马屁套近乎。 只要有意思, 他还是很愿意找点乐子的。 但这个乐子如果坑到他的长期饭票, 对不起, 他张某人打算三十岁退休的。 这是要克扣他的退休金啊。 张总, 张老板, 饶命。 张总, 我已经死了一个儿子, 你高抬贵手, 再死我一个。 留剩下的一口气好不好, 我全部加当给你, 都给你。 碰, 碰, 碰。 从古定手里拿起蓝宝石, 张浩南再度砸了上去。 然后直起身抹了一把健身上的血, 咧嘴笑着说道, 他妈的, 演技这么差还要演,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明明没演技, 还非要装演技派。 拖下去, 送医院, 该缝鸡针缝鸡针。 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张浩南看着一脸错愕的古定, 接着催促道, 愣着干什么? 哦, 是, 是。 古定赶紧将手里另外一颗蓝宝石放下, 然后将昏过去的徐静发拖走。 呼。 张浩南这才撑着桌子盯着剩下的这家投资公司股东们, 现在我们的沟通, 肯定会很顺利, 对不对? 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那么我就当你们默认了。 看着这些人, 张浩南情绪没有任何波动, 整个松江都不会有人给他们撑腰。 谁撑腰, 谁就是同伙。 警察来的时候, 也没了以往的束手束脚, 毕竟以前这些金融界的精英, 是真的不把他们当人看。 恶人还需恶人膜啊。 所在区警察局的警察, 也只能内心略带阴暗地说着这样的话, 至于明面上, 还是要走流程的。 张老板跟鱼龙的老战有打了个招呼, 就等着会议室里面的人写口供。 串不了供的, 不知道的人胡说, 默认也是同伙。 也得死。 操, 真聪明。 知道徐静军老婆孩子行踪的人, 都写下了同一个地方。 玉州, 花果山。 正常人肯定是跑路到偏远地区, 或者就是直接出国。 结果徐静军的老婆孩子, 竟然躲到了两江省去。 就算是灯下黑, 也会人位在松江, 就在眼皮子底下, 但没想到还挺会挑地方。 在两江省, 但又临海, 各种交通工具都是一应俱全。 随时还能跑路去隔壁海带省, 走齐州还是骄傲都可以。 在我干掉徐静军, 徐静发全家之前, 你们哪儿也不许去, 这是忠告。 说完, 张浩南拿起一张纸, 扔给一个保镖, 让谷定回一趟老家。 是, 老板。 就这么大摇大摆离开, 只不过下楼的时候, 突然冲出来三个枪手。 近距离已经打中了张浩南, 被保镖扑倒在地的时候。 张浩南感觉了一下位置, 还好, 有防弹衣。 徐静发想跟张浩南同归于静, 至于说花了多少钱要取张浩南的脑袋。 这就不好说了, 而且大概率未必他一个人出钱。 送往医院的路上, 张浩南在车上嚼着口香糖, 然后道, 对外放出消息。 就说我身中六枪, 正在抢救。 老板娘那里, 也这么说。 是。 还有, 联系多家医院, 都说要枪伤专家。 是。 然后张浩南拿起电话, 打给了秃头老汉。 老卫头, 我中枪了, 现在人在松江。 你看我是重伤昏迷积天, 比较合适。 老子, 警号艾迪警号与百分号警号信号。 一通狂喷之后, 秃头老汉也知晓, 这孽处现在打这么个电话, 那是有想法的。 这几天来卫刚这里求援的人并不熟, 毕竟这次形成泄密案。 首先, 就是京城各部门整顿, 其次就是松江, 然后是阳城。 总之就是, 一线城市, 就是要有一线城市的霸气, 啥都要在第一线。 卫刚很清楚, 张浩南这宗丧, 畜生根本不在乎这些, 但是, 他一定会利用浩这些搞七搞八。 他就这样的宗丧。 大多数人眼里的稳定, 那是十分的珍贵。 然而到了, 张浩南这里, 绝对变成。 今天我得死, 但你们也别想活着。 乱七八糟。 不过兔头老汉还是生怕张浩南再乱来, 确认到, 没有受伤吧。 真中枪了, 只是穿了防弹衣。 哪家好人在松江穿防弹衣? 你狗叫什么? 老子中枪了你, 不说帮我解决点问题。 跨江大桥, 还想不想要啊? 徐家在松江西北有化工厂的, 这一枪, 吃他一个化工员, 不过分吧。 你真的没受伤? 手指头打爆徐静发脑壳的时候, 可能有点皮外伤。 卫刚终于放下心来, 这货还是命硬的, 京城二十几枪不死。 松江这次有多少枪还不知道, 但估计也不会少。 万幸万幸, 祸害一千年。 卫刚手指夹着烟, 迟迟没有继续抽, 围绕张浩南中枪这件事情, 可以大做文章。 在京城, 人生地不熟, 肯定是不太方便操作, 要讲纪律, 更要讲原则。 老同志不能以老卖老吗? 但是现在不一样, 他在松江纵横诈骗界多年, 还是有点惊艳的。 怎么黑松江的金币还有装备, 他比张浩南专业? 他可是惯犯。 这样, 你先对外放出消息, 就说自己重伤昏迷。 已经这样做了。 拖头老汉愣了一下, 烟灰滑落, 都没回过神。 如嫩酿的。 魏刚是真觉得, 镇孽处完全没有想过 好好做人这件事情。 那就好办了。 猛吸了一口烟, 秃头老汉鼻孔, 喷出两道浓雾。 然后用一种明明很平稳却, 又能让人听出 他很兴奋的口吻说道。 你先不要有什么反应, 封锁好消息。 我来去松江各部门敲竹杠。 能敲多少是多少, 正好现在金融部门在搞审查, 那就全部来一遍。 全部无赖过来, 吃不住下的, 肯定会赶紧撇清关系。 我估计这次能敲不少。 那记得要分我一点。 急傻啊, 时间要拖得稍微长远一点。 苏润仲不是在 杨成当副市长吗? 你先不要跟他沟通, 我来联系他, 让他配合我们。 怎么说? 让杨成的车起, 要起, 也弄点项目过来, 至少零配件 供应场落地三五家。 苏润仲现在分管地产, 完全可以打配合。 让一些油油郁郁 摇摆不定的工业用地投资, 换个地方。 魏刚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他甚至觉得外交口 也能敲一笔。 比如说有些 在国外的人脉关系, 以前沙成很难接触到, 也运作不到。 这次就可以借机 善应风, 点鬼火, 毕竟真的有可能 引火上身。 时间就是金钱, 兔头老汉打算 过一会儿就动身。 跟张浩南 做好沟通之后, 忽然魏刚又提醒到, 嫩娘子那边 也要保密。 放心, 我早就吩咐好了。 呸, 嫩枝棺材 真不是个物事。 再次确认 张浩南不是个东西之后, 魏刚全然没有了腥味, 只有不爽。 张浩南真是个渣子。 这老少二人 忙着黑金黑装备的时候, 是叶, 鱼龙刚回下沙家里住下。 就接到了一堆电话, 全都是过来撇清关系的。 而刘元朝那里同样如此, 他在松江的小兄弟们, 纷纷表示 绝对没有派出枪手 干掉张浩南, 一定是徐家人 想要同归于尽。 只不过, 是鱼龙, 现在脑子里就一个念头, 那就是。 张浩南到底怎么样了? 死没死。 重伤的话到什么程度, 还能不能抢救过来? 都找了医院打听, 然后纷纷赶赴, 结果就是 什么都没打听到。 因为多家医院 都是假消息。 老板, 警方正在审讯枪手。 大案子, 加班加点是应该的。 张浩南坐病床上 玩着超级玛里奥, 然后队伍泰安道, 对了。 你哪里都不许去, 通讯工具上交。 是。 妈的, 大郎, 你最近越来越没 有那重心怀骄傲, 身负责任的感觉了。 你这样很危险啊, 正在被唐一炮弹腐蚀。 你这样下去, 我不得年底 给你加个十万八万工资。 脸皮一抖, 武泰安不想说话。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在松江这里, 也有人会派出枪手。 而以往各众不听劝的张浩南, 偏偏穿上了防弹衣。 真是个魔鬼。 对了。 对了。 感谢观看